这个名叫肖一航的男人是一家物流公司的老板 事业有成的他把公司做到了当地业界的龙头企业 但也因此而让同行嫉妒 比如今天就被隔壁的物流公司用车堵住了公司大门 肖一航的员工上前理论与对方正要发生肢体冲突时 这件事的始作俑者高学成出现 消息很快就传到了肖一航的耳朵 他不慌不忙地拿出望远镜观察情况 正当高学成自以为这样做可以打压住对手时 肖一航这边已经想到了对策 肖一航的助理心领神会 没多久就看到交警到达了现场 马上要进行拖车处理 这一下就轮到高学成着急了 就这样一场闹剧被肖一航轻松化解 但今天注定是个不寻常的日子 他的妻子庄敏这边又出了状况 作为某电视台主持人的 他刚刚做完一档节目送走了被访人后 就收到了一个神秘人的电话 庄敏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办公室里 果然看见了一份快捡 拆开看后脑海里浮现的都是他在高中时 气被老师侵犯的画面 再次揭开了他想忘记的那块伤疤 庄敏失魂落魄地冲到洗手间 把那张照片撕个稀碎并扔进了垃圾楼 但还没等他缓过神来 那个神秘的电话又再次打来 庄敏连忙换了一处偏僻的地方接听 喂 怎么样 照片上的你很美吧 是好几年了 我一直小心保存着底片 你到底想干什么 有时候人要是得益 不必忘记一些事情 我是想提醒你一下 你简直情受辱 别用这样的话说我 把你也降格了 今天的日子特殊 这算是一件小礼物吧 同样的礼物 我也寄了一份 进你先生的办公室 神秘人的话让庄敏陷入了恐慌 急忙向着老公的办公室出发 与此同时 刚刚解决了公司问题的 萧一航就去接女儿蓬蓬放学 由于今天是他与妻子的结婚 六周年纪念日 萧一航在路上教了女儿一会要说的话 爸爸妈妈结婚就跟您快乐 太好了 等父女俩到了公司不久后 一位快递员也随后赶到 就在快件即将被萧一航接收时 庄敏慌张地赶来 就当庄敏以为悬着的心可以放下了时 女儿蓬蓬对快件来了兴趣 里面居然什么也没有 她的妻子却如释重负 显然这些有点异常 随后在他们一家三口在外面吃饭时 一台黑色轿车也到了饭店门口 萧姆 你准备了节目吗 祝爸爸妈妈结婚六周年快乐 而庄敏的一反常态引起了萧一航的注意 因为今天是两人结婚六周年的纪念日 庄敏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随着黑色轿车的离开并换了一个位置 坐在车里面的神秘人也浮出水面 正是在庄敏高中时期侵犯过她的老师马平原 庄敏慌张地走开去接听电话 马平原却厚颜无耻地提出 要她拿出两百万的封口费 显然这次是有预谋的计划 但对方提出的要求 让庄敏彻底失了神 以至于回到饭桌上时也只能强颜欢笑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萧一航自然少不了礼物来衬托浪漫 但想交作业时却被妻子拒绝 沉风了十几年的伤疤现在又被人揭开 庄敏根本就没有那个心情 脑海里再次浮现出高中时期被老师侵犯的过程 让她夜不能美 当萧一航半夜醒来发现妻子不在身边时 她隐约感到有些不对劲 决定要搞清楚原因 只是让她万万想不到的事 当年侵犯她妻子的人居然是老熟人马副总 两人还有不少生意上的往来 但这次马副总在忙完的公事之后 突然说了一句话 小总 我是你夫人的忠实粉丝 她主持那个以你对话那栏目 我是有空必看的 我替她谢谢你 那我不送了 我让小元送好吧 慢点 小元 包个红包送送客人 当庄敏正在为两百万的事发愁时 马平原又来电催促 被逼无奈的庄敏首先想到了换个电话号码 但她的一举一动都有人监视着 哎 你要点什么呀 就在她以为可以得到一时的清静时 一阵急促的电话声音让原本安静的家里的气氛一下就变得紧张起来 庄敏不但不让肖一航碰她的电话 而且还拿着手机跑到楼上去接听 肖一航回想着最近发生的事 察觉到妻子肯定有什么事在瞒着她 换手机号管用吗 以后别跟我耍那种小话招 我知道 你在争取时间对付我 我都来不及了 今天你准备两百万件 下午两点在庆丰祥库库尔宝间见面 早说你不来的话 别怪我不客气 我会让你一夜之间方明扫地 喂 肖一航敏锐地察觉到这其中必然有什么问题 她思来想去还是决定上楼去打探一下情况 捏手捏脚地靠近庄敏所在的房间 听到了妻子向单位请假的通话后走开 随后肖一航在快睡觉的时候 向庄敏提出两人一起休假到海边度假的想法 肖一航并没有拆穿妻子的说辞不一 隔天早上等庄敏出门后 肖一航立马起床开车跟在后面 只是让她没想到的是 庄敏把女儿送到幼儿园后又折回了家里 肖一航怕妻子发现她 特意绕到房子的后门 而这时候的庄敏刚好拿着一只袋子来到书房 肖一航在车里把这一切尽收眼里 这是庄敏为了等下去见她高中时期 侵犯她的老师而准备的录音机 她调试好后就出发来到了马平原指定的地方 殊不知肖一航已经尾随而来 等庄敏见到马平原时 对方看见她露出猥琐一笑 钱呢 钱在这儿 急什么呀 对对不急 咱们也该先续续救 马平原随后说出了这次要勒索庄敏两百万的原因 说实话 我也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所以我才跟你张这个口 如果你不帮我一把的话 我可真是完蛋了 这种冠冕堂皇的话 让庄敏觉得恶心的同时更多的是后悔 后悔自己当初没有勇气 让眼前这个衣冠禽兽受到法律的制裁 比至于到了今天还要被敲诈 用无耻来形容马平原一点也不过分 但现在说什么已是多余的 而马平原居然还有个他自以为是的理由 这老天不给我好运气 我在外边去赌了两次 都用了点公家的钱 可是一下子输了个点掉 你说我一个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 我拿什么钱来补这个窟窿 你说过两天审计部门的人有了查账 我也不赶快拿到这笔救命的钱的话 我马上就变成鬼了 你说一个要变成鬼的人 他什么事还做不出来呢 你是个禽兽 谢谢夸奖 与此同时 肖一行在外面迟迟没有看到妻子出来 也开始有些担忧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庄敏与马平原的谈判也进入到了收尾阶段 在双方进行交易时 庄敏提起袋子放在桌子上就想离开 被马平原大声地叫住 随后就被他从身上搜出了录音机 马平原生气地把庄敏推到一旁 打开录音机确认了情况后 又迅速地从庄敏带来的袋子翻出了里面的东西 马平原恼羞成怒 他知道庄敏录下来就是想去报警 销毁了证据马平原又开始嚣张起来 把庄敏气得咬牙切齿 两人的谈判就这样不欢而散 看着庄敏离开后的马平原 赶忙捡起被水泡式的录音机走下楼 环顾了一下四周后扔在了一个垃圾桶里 若无其事地走开了 而目睹这一切的萧一航为了弄清楚真相 悄悄地下车拿走了录音笔 萧一航为了知道里面的内容 随后就找到了专业的维修店 幸运的是经过师傅的经验判断 这支录音笔只是因为短路播放系统故障 里面的内容都可以恢复 只是需要些时间来处理 因此双方约定了一天的期限 回到家的萧一航装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 但庄敏的魂不守舍的样子 让他看在眼里疼在心上 晚饭后 庄敏还是像以前一样哄着女儿睡觉 只是他一想起白天的事就老是走神 一副碑从中来的模样看了确实可怜 但他不知道的是 萧一航隔天就把那支修好的录音笔带回了公司 然后怀着忐忑不安地心听了里面的内容后 萧一航勃然大怒 决定用他的方式来解决这个事情 随后就约见了马平原 被揍出了番茄汁的马平原此刻也明白 肯定是萧一航已经知道了所有的事 他也不再装枪做事 你能主动来找我 我求之不能 你想是让他身败盈利 还是你们破财小财 你的老师居然能对自己的学生 做出这么灭绝人性的事情 是个啥东西 我是什么都以不重要 现在重要的是你必须按照我说的办 事已至此 萧一航面对这种人渣也不想再给什么情面 上前揪着马平原的衣服就要结果了他 但很快理智战胜了冲动 萧一航 你做那么大的生意 这两百五十万对于你来说就是九头一毛 你值得为这两百五十万把你自己搭进去 把你老婆也赔上了 我说就对了 萧一航思考片刻后答应了马平原的要求 但要给他三天时间 到时候一手交钱一手交底片 真是个不要脸的马平原 才一天时间不但涨了五十万 而且居然还要换成美金 萧一航心知肚明 突然看到了地上马平原用来擦去番茄汁的沙发精 他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立马捡起沙发精装入了一个袋子里后离开了会所 马平原态度的突然好转 让原本就不想欺耻伤心过往的庄敏又放弃了报警 而另一边的萧一航为了尽快筹集钱给马平原 着急的在公司加班到很晚 他的助理想帮忙 结果是萧一航看着他一本正经的说 就这样萧一航在助理走后 又在办公室忙到深夜才回到家 他轻手轻脚地进门生怕吵醒任何人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他的妻子居然趴在客厅等着他的归来 都说志子谦一问归来和太迟 萧一航夫妇的恩爱有加着实让人羡慕 但为了尽快让庄敏摆脱马平原的纠缠 萧一航再次加紧了公司资金的回笼 甚至是处于牛市的股票他都也要全部清仓 另一边的庄敏对马平原说的不再骚扰他感到奇怪 以至于工作时都是心不在焉 他想知道马平原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毕连拨打了几个电话 马平原都是毫不犹豫地挂断 庄敏还在继续挣扎时 对方却失去了耐心 选择了直接关机 此时的马平原根本就不想给庄敏说话的机会 以为这样就可以不让对方知道 是萧一航在帮忙萧财免债 但不出意外的时候果然出了意外 萧一航的股票带里一个电话打到了庄敏手上 庄敏这才知道老公在筹钱的事 只是还不确定是因为什么事 等到晚上回到家 萧一航在洗澡时把手机放在了客厅 来电显示马平原的字样让庄敏顿时慌了神 他推测老公可能知道了他的秘密 庄敏想求证这个问题 隔天一大早就在马平原所在的公司楼下堵人 话到了这个份上马平原也没有再隐瞒 得意的把萧一航找他的事全都说了出来 而庄敏得到答案后 决定不再隐瞒 他要找丈夫坦白一切 当庄敏难过的把自己高中时期的悲惨遭遇告诉了丈夫后 萧一航除了深表同情之外更多的是暖心的安慰 庄敏圈丈夫不要答应马平原的要求 不能向罪恶势力低头 同时还提出想通过报警来解决当下的困惑 萧一航认为一旦介入法律程序就需要证据 但事情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 只是有庄敏的作证也不能治马平原的嘴 因此萧一航决定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这个事情 事实上他在回家前就已经开始了行动 特意找来一个人去调查关于马平原的所有情况 不久后便有了消息 随后萧一航又去查看了马平原的健康资料 结果让他想不到的是对方居然已经得了不治之症 一生的话真是应了那句恶有恶报的古语 但庄敏在上班的时候思来想去 还是决定去报警 并电话告知了丈夫自己的意见 但现在确实是拿不出证据 最后在萧一航的吉利劝说下 庄敏暂时打消了报警的念头 但他不知道的是萧一航的计划已经准备妥当 随即就给马平原打去了电话 并约定了见面交易的地点 当晚庄敏带着孩子正在家里吃饭时 萧一航提着准备好的东西来到了约定的地方 只是他没预料到的是对方比他先到一路 马平原的想法是 收钱不准时就是给脸不要脸 既然现在有人给脸就要好好地兜着 另一边的庄敏已在家里焦急地等待丈夫的归来时 萧一航与马平原之间的见面已经结束 谁也不知道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萧一航随后就开车来到一处偏僻的地方 点燃了那张罪恶的底片 他长输一口气后驾车直奔家的方向 但他还忽略了一个细节 地上残留了还有一点没有燃烧殆尽的底片 回到家里的萧一航显得很疲惫 没有与妻子谈任何事情就直接上楼休息 但是第二天庄敏上班的时候就有警察找到了他 并告诉了他一个惊天的消息 今天晚上马平原坠楼生亡 他死了 是的 他坠楼 是坠楼 究竟是自杀还是有其他什么原因 是要等事件报告出来之后才能确定 他的手机里有你的号码 所以我们找你们进行询问 我们这是执行公司 希望你能谅解 谢谢你的合作 再见 警方通过马平原手机的通话记录找到萧一航了解情况 只是他这次故意装作惊讶 接着又捏造了与马平原最后一次通话只是声音上的往来 你最后一次和马平原见面是什么时间 随着警察的离开萧一航若有所思 提前回到家里给妻子做起了饭菜 这么早就回来了 没事早点回家不好 家里茶几上有关马平原坠楼的消息 让庄敏看到后愈发的忐忑不安起来 睡觉前他忍不住问起丈夫昨晚的去向 萧一航却一口咬定于某公司的老总在酒吧谈试 尽管他说的有根有据 庄敏还是一脸的不相信 萧一航接着引用报纸上的说辞 像马平原这种恶贯满盈的人就是死有余辜 没想到庄敏压根就不相信世上会有这么巧的事 直觉告诉他马平原的思肯定与丈夫有关 两人四目相对的那一刻 萧一航也明白了妻子的意思 你怀我杀了马平原 我有这么傻吗 听萧一航这么一说 庄敏悬着的一颗心裁放下 夫妻俩憧憬着美好未来的同时相拥而睡 但随着一名黑衣女子来到了马平原的墓碑前 献上鲜花后却久久没有离开 宛如暴风骤雨前的宁静 一段平静的时间过后 萧一航的女儿也迎来了六岁的生日 妈妈我起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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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敏特意为女儿买了一双红色的鞋子作为生日礼物 在萧一航的劝说下 妻子终于同意给家里请了一个保姆向警方 对蓬蓬喜爱有加 并很快就融入到了这个家庭中 萧一航夫妇两人也是看在眼里洗在心上 一切似乎都向着好的方向在发展 庄敏送完孩子刚来到单位 就被台长请到了办公室 由于他主持的栏目收视率接连创新高 台长想提拔他做台里的领导干部 但庄敏始终舍不得自己的栏目 委婉地谢绝了台长的好意 庄敏啊 我当初没有看错你啊 你是个做媒体的好材料啊 因为你有良知 好吧 我就不再劝一个战士放弃自己的阵地了 谢谢你汪台 别光谢啊 你下去了说是不 你接着给我创个新高就行了 好 再见 如果有人送给你这样一份礼物的话 你会怎么想呢 男主萧一行看到后描懂对方的心思 但是让他气愤的是把这件礼物送过来的 居然是他的亲弟弟萧一凡 而两兄弟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局面 是因为萧一凡不想活在哥哥的影子里 让别人笑话 就应聘到哥哥公司对面的竞争对手 高学成的公司 当起了一名货运司机 萧一行对弟弟的这个动作深感失望 高学成知道他俩的关系后 就想方设法地看两人的笑话 比如开头一幕的那件礼物 就是高学成故意让萧一帆送来的 只是这次萧一帆刚把车停在哥哥公司的门口时 就遇到了新来的业务员沈慧 正所谓出生牛犊不怕虎 沈慧见有人堵在公司门口 直接上前呵斥对方快些把车一开 两人唇枪舌战互不相让 沈慧可管不了那么多 只要眼前的小伙不挪车 就要叫人来把车拖走 但他今天遇到了硬查 萧一帆压根就不吃他的这一套 撂下几句狠话后 静止走向着哥哥的公司 当萧一行看到弟弟带来高学成送的礼物时 恼羞成怒 但萧一帆却不以为然 萧一行对弟弟如此的人是不知感到失望 高学成送这个东西给他倒不奇怪 现在是让萧一帆送来 其目的不言而喻 萧一帆气愤地离开了哥哥的办公室 出来看到沈慧居然还在他的车旁 而且正在叫拖车 等萧一帆回到公司 他气冲冲地跑到老板的办公室 质问高学成问什么要这么做 萧一帆正道老板 有能耐就正正经经地与他的哥哥竞争 不要再玩这种让人看不起的小把戏 真看不出来啊 你这么爱你哥哥 那你干嘛跟我这儿待着呀 你到对面去不更好 你们哥俩伙着一块来 你哥是大老板 你就这儿老板 你跟我这儿受什么气呀 高总 到这儿来是我自己的选择 你和我哥过不去 那是你俩的事 你要是看我不顺眼 你可以把我开了 但不许拿我当汤水 看着萧一帆愤怒的背影 自知理亏的高学成也是敢怒不敢言 但他这次确实是惹错了对象 正在工作的萧一行 看着对手的礼物越想越起 还是忍不住给高学成打去了电话 你开个玩笑啊 萧总可千万不要心里去啊 我才四十出头啊 你就要给我送钟 看来你是要在我萧一行这儿做个孝子吧 那我现在不得不罢你俩 好孙子 你礼物太贵重了 爷爷受不起 高学成你听着我警告你 你这种小儿科的把戏 在我这儿丝毫起不了任何作用 你只能让我看不起你 你这叫自取其辱 哎 萧一 这个女孩不知道 因为什么原因想不通 跑到了一个水库想做傻事 但她在临走前 还不忘给她在这个世上 最信任的人打了个电话 也许有人会奇怪 她与庄敏怎么会这么说 原因还要从不久前说起 当时庄敏在一期的节目中 作为主持人采访一位高中时期 被网友侵犯的女生蒋文 有着相似经历的庄敏 对受害人非常同情 努力地鼓励蒋文重新振作起来 同时也提醒那些年龄相仿的女生们 在与外人接触时 一定要有防范之心 自此之后 庄敏与蒋文便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但这次蒋文居然有这种可怕的想法 让庄敏有些始料未及 以至于原本打算回家给女儿举办生日宴会的她 立马放下了手里的东西 听着电话另一头的蒋文在不停地哭泣 庄敏的同事们都围拢了过来 有的还帮忙打开了录音机 但无论庄敏如何劝解 蒋文还是铁了心的要做傻事 并且就是不说她现在所处的位置 挂断了电话后就把手机扔到了水库中 庄敏与同事们只好通过录音机回放来搜寻蛛丝马迹 确定了蒋文的位置后 庄敏与同事们立马出发前往营救 但此时她的女儿彭彭所在的幼儿园已经放学 正在校门口等待妈妈的到来 庄敏在前往水库的路上时 只好通知保姆向警方去把彭彭接回来 并交代一定要打车 但让她万万想不到的是 向警方在挂断电话后要去接人时犹豫了一下 脑子转了7749圈的她拨通了一个神秘的号码 然后才去到幼儿园接到了彭彭 与此同时另一边的萧一航赶到了蛋糕店 当她把定制的蛋糕带回家时 才知道家里空无一人 她赶忙电话询问妻子是什么情况 我让小向去接彭彭了 你让小向去接彭彭 你不是说你去接的吗 我们遇上点急事实在走不开 你看你真是 今天什么日子 你有什么急事不能改天再办吗 真的挺要紧的 我回去跟你解释吧 萧一航听到妻子这么说才放下心来 但她不知道的是 此时的彭彭正被保姆向警方带着来到了一个广场 压根就没有听从庄民的建议打车回家 向警方似乎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以至于用力过大的攥着彭彭的小手 就这样没过多久的向警方来了一个电话 正当她紧张地在接听时 天真可爱的彭彭发现了不远处的悄悄板 并跑了过去 彭彭 彭彭不要胖了 彭彭 彭彭 彭彭我要玩这个 走完了 走完了 咱回家吧 不行 她一个人玩不成 多难过 让我陪她玩会还不行啊 那好吧 彭彭 那你就陪她玩一会儿 阿姨去上个厕所 等阿姨上厕所回来 咱们就回家 好不好 好吧 你好好点玩啊 嗯 就好 妈妈 好 奶奶去个厕所啊 一会儿就回来 乖啊 这个小朋友在没有大人看管的情况下 被一个不明身份的人抱走 而她的母亲正在前往一处水库 劝解一个想做傻事的女孩 等她们赶到的时候 现场已经聚集了很多围观的群众 庄敏通过与蒋文的沟通才知道 自从上次对她的采访后 蒋文招来了周围叵测的目光 她才知道什么叫做人言可畏 小小年纪的她无法承受这一切 所以才想到了今天这一步 但经过庄敏一番推心致富的开导后 蒋文最后被深深地感动 慢慢地走向了庄女 在现场众多人的期盼下 扑向了她的怀抱 但就在庄敏救下这名少女的同时 家里的萧一行一人面对 前来庆祝蓬蓬生日的人时 只能强颜欢笑 心里着急地宛如热锅上的蚂蚁 只要有人敲门 她就立马起身前往查看 但这次依然不是蓬蓬 而是自己的弟弟萧一番 一股不祥的预感扑面而来 另一边的庄敏把蒋文快送到家时 又出现了状况 我不想回家 为什么呀 你的爸爸妈妈肯定等急了 我不想回家 不想看到他们 我跟你回家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 等庄敏陪着蒋文回到家里 蒋文的父母听说了 女儿刚才差点做了傻事之后 都后悔不该伤害孩子的自尊心 B家三口抱在一起哭作一团 与此同时 上完厕所回来的向警方 才发现蓬蓬已经不见了 但她好像看上去若有所思 等庄敏回到家里时 B屋子的人都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从笑一行的口中 才知道蓬蓬至今都还没有回来 庄敏赶忙电话联系保姆向警方 但得到的回答确实 结结巴巴的蓬蓬梦丢了 随后 肖一行等人火急火燎的找到了保姆 向警方哭诉着刚才的经历 并把责任都归咎于自己 但现在说什么都已经太迟了 怎么回事 你怎么把带这儿来了呢 从幼儿园出来 回家的路上 路过这儿 我不是让你打车吗 你恶行 先剩点钱 庄敬 对不起啊 庄敏着急地与肖一帆接着在附近进行搜索 肖一行带着保姆前去报警 向警方明显有些异常 一看到警察就紧张地讲不出来话 在肖一行的解释下才完成了报案 另一边的庄敏找到天黑也没有看到蓬蓬 着急地不肯回家 肖一帆劝不动只好通知哥哥前来接人 等三人回到家 保姆就开始了夸张的表演 我对不起你们 哎呀 小姐 我就是对不起你们嘛 小哥 张姐 我是真喜欢蓬蓬的 你说就这么一次 我就解了一次 那就把蓬蓬给弄丢了 我们都知道 你们愿意炸饭就炸饭行吗 小江 你有什么话好好起来讲 好不好 不要这样 你们愿意炸饭就炸饭好吧 小姐 你说你这样让你姐怎么办 对不起 他就是对不起 小江 小心 为了不让人怀疑他与雇主的女儿走势有关 正在一哭二闹三下跪 即便是这样 善良的庄敏还是耐心地安慰了他 回到自己住处的肖一帆 看着小侄女送给他的礼物时 满眼都是曾经美好的亲情回忆 为了能尽快找到蓬蓬 肖一帆在网上发起了求助帖 而他的哥哥与嫂子在家里几乎是一夜未眠 天亮的时候好不容易 咪了一会却被一个电话吵醒 来电的正是昨晚报案的派出所 派出所的提醒让肖一航回想起从女儿丢失之后 保姆的反应及行为确实都有些过犹不及 有种说不出来不对劲的感觉 庄敏却坚持认为这只是保姆喜欢蓬蓬的正常反应 不应该这样的去猜忌人家 但就在夫妻二人通知保姆要前往派出所做笔录时 随后向警方去到派出所做完笔录后 回来就向夫妻二人提出了辞职 他的理由是现在因为他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已经再也没有脸面在这个家继续待下去 通过庄敏的劝说与安慰下 向警方才改变了主意 我好好的照顾你们 咱一定要把蓬蓬造到 谢谢你小小 那行人 能够去给你们做些吃点 再不吃东西你们都顶不住了 肖一航提出要去一趟公司处理事务 遭到了妻子的反对 庄敏认为当务之急必须要先找回女儿 夫妻俩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眼看着肖一航要上楼换衣服去上班 庄敏发疯似的从家里找出女儿的照片就冲了出去 她到了女儿可能出现的场所去打听消息 但仍然是一无所获 与此同时肖一番也在城市的其他地方散发寻人启示 而强撑着到公司上班的肖一航没有了往日的神采 显得心事重重不在状态 理智鱼在公司的会议上走神 新进员工沈会突然对老板的家事提起了关心 等沈会离开了办公室后 肖一航立马拨通了一个电话 肖一航对家里最近发生的事已经怀疑到了马平原的家属 因此他特意找了个人前去调查 但弟弟肖一番在街上派发寻人启示的时候遇到了庄民 得知了肖一航没有出来寻找蓬蓬时 肖一番怒气冲冲地赶到了哥哥的公司 沈会等人刚好看到他急急忙忙的样子时 就知道准没好事 沈会这才明白那天见到的他为什么会那么嚣张 笑一番被说得无言以对 蓬蓬的丢失对家人来说心情是一样的 作为叔叔的尚且如此 当父亲的肯定不会无动于衷 每个人都希望蓬蓬能够尽早地回家 但现阶段就应该听警察的 并协助警方的工作 殊不知两兄弟正在谈话的时候 沈会悄悄地跑来偷听 等肖一番甩门出来后 沈会立马跟了上去并提出了一个建议 除了报警之外 为什么不在电视上或者报纸上 当着学问起事什么的 你比你们肖总强 便宜两个亲人无休无止地找 只能表明心情 却得不到效果 我觉得肖总说得对 这时候需要冷静 真是心有灵犀 怪不得你们肖总需要你 可我不需要 看着愤怒的肖一番 沈会露出了一个与马平原相似的眼神 另一边的庄敏还是拿着女儿的照片到处询问 今天却有了一个意外的收获 我好像刚刚还见过 啊 在哪啊 就在那边亭子里跳舞呢 谢谢阿姨 庄敏满心欢喜地找了一圈 还真看到了一个小朋友在跳舞 他飞奔到孩子的身边 怎么了 好不容易有了点希望 现在又破灭了的庄敏失魂落魄地回到家 依旧是茶饭不思 肖一航回来看到后 心疼得不得了 即使他知道妻子还在欧起 还是端着吃地送到了庄敏的嘴边 虽然夫妻俩把近段时间压抑在心中的不满都发泄了出来 但理智让两人很快就归于了瓶颈 庄敏也讲出了他没有亲自去接女儿的理由 以前上我节目的一个女孩 只有17岁 当我正要去接蓬蓬的时候他突然来电话 他在电话里说他要自杀 当时正站在水库主吧上 如果我玩到半个小时他就没了 你说我该不该过 肖一航这才知道自己误会了妻子 但让庄敏想不明白的是 他明明是去做的一件好事 蓬蓬怎么会偏偏在这个时候给弄丢了呢 随后夫妻俩满心欢喜地来到派出所 结果找遍了整个房间都没有看到蓬蓬的影子 看到别的家长找回了孩子 肖一航夫妇又开始愁容满面 随着肖一番的闻讯赶来 警察告知他们楼下还有一个女孩 但在进去前请他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因为警方在破获这个拐卖而同团伙的时候 房间里面的这个女孩的身体已经冰凉了 三人带着忐忑不安的心前往查看 随着一双熟悉的鞋子映入眼帘 夫妇俩心头一紧 不敢相信这个事实 更没有勇气去掀开那层白布去确认 肖一番鼓足勇气上前 发现不是蓬蓬后 三人长舒一口气的同时 也对蓬蓬现在的状况表示担忧 夫妻俩满心欢喜地去派出所认领孩子 结果却失望而归 但他们家的保姆一听到没有找回丢失的孩子后 就想着带着早已准备好的行李开溜 但不知道为什么又突然改变了主意 好像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而此时的肖一行夫妇心里憔悴 自从到派出所看了那个已经遇害的小女孩后 两人愈发的对女儿的处境感到担忧 肖一行发誓 无论天涯海角也一定要找到女儿 他告诉妻子 之前顶着压力去上班 就是为了测试自己的承受能力 不过现在看来他是不会垮的 庄敏这才知道自己误会了丈夫 与此同时 肖一番在回到住处后 又在网上发了一条巡人启事 而肖一行之前找人去调查马平原家属的事情 隔天就有了眉目 只是马平原十几年前早已离异的老婆 与一个女儿至今下落不明 马平原当了副总以后 女人倒是不少 可是没有再结过婚 到死都是单身 跟他有交往的这些女人都是些什么人 什么人都有 可就是没有愿意跟他白头到老 相依为媚 跟他离了婚的这个女人就一点线索都没了 也真是邪了 我去过一趟平川 到处打电 可那女人就跟蒸发了似的 是死是活都不知道了 虽然事情好像陷入了一个死胡同 但肖一行找的人察觉到对面公司的高学成 最近有些不对劲 肖一行始终不愿意相信女儿的丢失 会与高学成有关 但庄敏的同事知道了他家里的事后 为了帮助他尽快地找到女儿 经过电视台的领导批准 已经在电视上播出了寻人启事 并且很快就有人来了消息 庄敏激动地与同事小梦一起开车前往 但在到了约定的地点后 庄敏却要求一个人前往 为了以防万一 小梦只好电话通知了肖一行 也幸亏他的这一举动 才让庄敏糊口脱衔 因为这次约见他的是一个有些变态的粉丝 打着可以帮忙找到他女儿的旗号 实际上就是想与庄敏近距离见面 除了激动的语无伦次之外 对于庄敏女儿的消息之字未提 之后说了一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话 庄敏这才反映过来对方的意图 正想挣脱走开时 对方还是不依不饶 危急关头幸亏肖一行及时赶到 等夫妻二人失落地回到家里 他们家保姆说的话让庄敏产生了怀疑 他怎么知道我吃牛肉的过程 你跟他说 我没跟他说 庄敏带着疑惑想弄清楚原因 随后就看到保姆在认真地对食物进行挑选 发现了雇主在看他后也并不慌张 谢谢你小夏 难得你这么费心 那才来几天 那知道这么 是菜店的老刘高所爱的 庄敏 你死这片的大名人 那一说 他们都知道你 庄敏听到保姆这么一说 心里已经有了想要的答案 立马回到房间想与丈夫商量对策 他说是菜店的老刘告诉他的 哪都有可能 哪啊 那个老刘一个半夜前就不在那干了 那时候他还没来呢 肖一行才明白 这可能是个早先设计好的大阴谋 现在女儿的下落不明 夫妻俩还不能戳穿对方 就想在吃饭的时候试探一下保姆 小夏 接下来一起吃 不用了 等你拿吃 没事坐吧 现在家里就是送了人 你快吃热闹 只是让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 保姆好像是早有准备 对他们所提的问题都是对答如流 但也露出了一些破绽 肖一行夫妇吃完饭就上楼回到了房内 刚才小夏说的话不答对了 可是 他说他来了才半年 可是去年春节前就给家里寄不见 那至少就是来了一年半以上 那他说的哪句话是真的呀 不露的就是真的 没说了我全是假的 你说 你说咱们怎么把这样的人提到家里来了呀 对于这个小夏 咱们得多留个心呀 庄敏为了尽快看到蓬蓬不同意就这么好着 但眼下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夫妻俩也只能见机行事 而肖一行的事业因为他的女儿的丢失也受到了影响 原本早就谈好的一桩生意合作 却在即将签约的时候被人拒绝了 当他问起原因时 小总 我说了你也别介意啊 上头的老总听说你们家出了那么大的事 一下就该准备了 我们家出了多大事 你也别遮掩了 小总 你的女儿丢了 还不算大事啊 我也是有闺女的人 我的闺女要是丢了 我是说什么也不可能 她的是在公司待着的 小总 咱们以后再找个机会合作吧 话到了这个份上 肖一行也就没有过多的纠缠 毕丹生意就这样与他失之交臂 但是他想不到的是 这次居然是被竞争对手高学成给截火了 看着对方得意的样子 肖一行也明白了他的家事泄露的原因 而高学成更有他的一套说辞 接着接方呢 你有什么风吹草风我都知道 知道你正乱着呢 所以呢 我就替你代表一下 谢谢就不必 高学成 你别太过分啊 不管怎么说我得恭喜你 在这种时候做出落井下石的事 我一点都不奇怪 因为是你高学成做的 但是我得给你提个醒 石头是扔出去了 砸在谁的脚上 我得当心 你更了如是 肖一行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自己的女儿已经丢失了几天 至今都下落不明 而庄敏这边又接到了 蒋文的母亲打来的求助电话 您好 有什么事吗 庄记者 不好了 出大事了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您慢慢说别着急 在电话里也说不清楚 我想请您到我们家来一趟 文文他最听你的话了 您能不能到我们家来一趟啊 庄敏看了一下时间后 答应了对方的请求 幸好肖一帆在网上发布的 寻人启示有了好消息 他立刻与对方联系上 就独自出发前往约定的地点 只是肖一帆前脚刚到 沈慧随后就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事情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 难道沈慧与蓬蓬的丢失真的有关吗 他因为寻找侄女心切 来到一处偏僻的地方 见到了那个提供线索的人 却不知已经落入了一群 别有用心的人的圈套 等他说明了来意 知情人拿出了一打女孩的照片 让肖一帆看 只可惜并没有看到蓬蓬 同时也对眼前拥有这么多 陌生女孩照片的人产生了怀疑 随便找了一个借口正想开溜屎 却被对方给拦住 当肖一帆正在危难的时候 幸亏有个好心人帮忙报警 随着警察的到来并把现场控制住 肖一帆才摆脱了困境 等到了派出所才知道 他刚才遇到的是一个诈骗团伙 专门利用有人寻找走势儿童四处骗钱 我们已经盯他们很长时间了 你下了以后不要再这么打 幸亏你们来了 要不然今天我就惨了 我们接到一个报警电话 没想真把黄毛这房给付着 报警电话 是一个女人打来的 她一定是一个建议永远的目击 此时的肖一帆还不知道的是 那个报警电话正是尾随她的沈会打的 以至于刚一出派出所 沈会就出现在她的眼前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报得紧啊 所以我会在这儿 你报得紧啊 我要是不报警 就凭我救得了你呢 呃 你 你是 我叫沈会 你好 随后 笑一帆对沈会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 进行了刨根问题 最后得到的答案是 我家就在这附近 我刚刚下班 看到那帮人把你围上了 我一看那帮人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结果他们真的你动上手来了 我就赶紧报警了 眼看着笑一帆手上还有伤 沈会大方地把她带回了家 并为她上药处理伤口 笑一帆看着眼前温柔善良的女孩开始心动 好了 谢谢 我还没问你呢 你怎么会跟那帮人混在一起啊 我没和那帮人混 我是为了找我侄女 他们知道你真正的下落 我上当了 沈会这才放下心来 貌似就是她指使别人带走了蓬蓬又生怕别人知道一样 而笑一帆为感谢她的救命之恩 特意请她去吃饭 这对欢喜冤家在一起谈笑风声互生好感 一顿晚餐在这样美好的气氛下结束 隔天早上笑一帆被一个电话吵醒 由于她自从侄女丢失了以后 她为了尽快找到蓬蓬到处奔走 就一直请假或者矿工 她所在的单位对她的这种行为已经到达了林荣人的态度 如果再不去就要失业 就这样笑一帆拖着疲惫的身体来到公司报道 还没出发就哈欠连天 出发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实在困得不行了就只好停下来靠着路边休息 当她碰到方向盘的喇叭惊醒时 发现车头前正有许多人在围观 下车后才知道在自己休息的时候 车轮居然被人卸走了一个 谁干的 谁干的 我告诉你啊 不赔不赠啊 赔就赔被你喊什么呀 你说个数 没数我没法赔 你以为我治不了你了是不是 大不了我不干了 我不归你治 萧一帆我告诉你啊 想撒野去你耕耐撒野 在我这儿你少来 我告诉你 我惹的货我兜着 你少拿我哥说事 萧一帆的嘴上虽然很强硬 但回到住处后的她又不得不接受窘迫的现实 看着卡上仅剩的两位数 逼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她在生气也解决不了问题 好在网友突然来的信息给了她些许安慰 根据她在网上发帖的照片 有人认出了她哥哥家的保姆 只是当萧一帆要问清楚对方所知道的具体情况时 家里却突然断了电 真是孤陋偏逢连夜雨 萧一帆出门一看电表 还真是欠费停电 正当她不知所措时 沈会通过多方打听突然出现在了她家的门口 刚一见面就关心地询问萧一帆的伤势情况 单身了几十年的她被这种暖心的温柔腐 紧张地想要泡茶时 却没有了茶叶 改换饮料招待的她却发现冰箱里也是空荡荡的 场面一度陷入了尴尬 是不是没电了 太厉害了你 大白天的你也能看着呢 冰箱灯都灭了 是卡里没字了 还是没请没电了 嗨 那哪能了 那才几个钱 我是没买 我是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 忘记买水买电很正常 再说了 男人嘛 性格嘛 走吧 哪家 季武三庙 萧一帆的反应还算快 马上屁电地跟着沈会到外面吃饭 沈会看着她狼吞虎咽的样子 忍不住笑出了声 陪着萧一帆吃完饭后又帮她冲了电肥 解决了她的燃眉之急 而萧一帆首先想到的就是要与刚才提供信息的再取得联系 只是当她把电脑打开并讲出了在网上所发的寻人启事后 沈会看着电脑上面的照片瞪大了眼睛 等萧一帆再次上线 发现那位网友居然还在线 沈会看到后心都快提到了嗓子眼一样盯着屏幕 随着萧一帆成功地与对方相约到一个地方见面 她对这个来之不易的消息正在庆幸时 却没有发现一旁的沈会已经脸色铁青 这个保姆刚去外面买菜回到雇主家 就在灶台上发现了一张照片 她不但没有异常的反应 而且还拿着相片前去问雇主 萧一航看后却假装不认识 故意向保姆询问 却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 而她之所以会这么做 是因为家里最近接连发生不好的事 让萧一航想到了可能是马平原家属对她的报复 为了验证这一猜想 萧一航为此特意提早下班 确定了保姆不在家后 故意把马平原的相片放在了灶台上 而此时萧一航的妻子 正在开导一位被人侵犯过的花季少女蒋文 庄敏因为之前做节目采访过她 彼此之间的信任让他们的交流很是顺利 庄敏才知道蒋文是因为害怕 见到同学一样的眼神而旷渴 这样吧 你先别去学校了 我帮你想想办法 这段时间 你先在家里乖乖地待着 先休想生息吧 画画什么的 你不逼我去学校 我不会逼你做任何事的 庄姐姐 其实我想去学校 我知道 我会让你去学校的 谁也不知道庄敏会用什么办法帮助到蒋文 好在已经稳定住了受害者的情绪 但庄敏要找到丢失的女儿也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 为此萧一航想知道妻子当时是怎样找到有重大嫌疑的保姆的 我在家的公司那天 她一个人坐在那 看我在填单子 就主动过来跟我打招呼 她说她很喜欢孩子 带孩子很有经验 我特别爱干净 我看正好符合咱们家的条件 就带回来 萧一航觉得这一切也太凑巧了 由此看来这个保姆当时不光知道她家里的条件 而且她就是在家政公司守住待徒 等着庄敏的出现 萧一航的猜测也有一定的道理 只是他们夫妻暂时都没有证据 就没有办法将保姆绳之以法 隔天一大早 庄敏被同事的电话吵醒 喂 小姐 我是小号 嗯 这么一号 你赶紧过来吧 就是用旁边的线索了 好 快 行行 有旁边线索了快 哪儿啊 夫妻俩人赶到约定的地点后 知情人一张口就要信息费 好在她并不是目击者 她的母亲闻讯出来 把她那天所见到的都一一阐述 大妈 您还能想起来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吗 我记得当时天快黑了吧 我去对面买醋 老板呢 给我拿瓶醋 多少钱呢 什么 正好啊 我要妈妈 就这样 肖一航夫妇总算是对女儿的丢失有了一些眉目 但要找到还有一定的难度 随后夫妻俩分头行事 肖一航到家政公司调取保姆向警方的档案资料 庄敏则举着寻人启事在女儿丢失的地方站着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 庄敏终于等到了那天见到过女儿的人 好心的老奶奶根据回忆讲出了那天的情况 如此看来蓬蓬的丢失就可以确定向警方一定是参与者 庄敏想到这些后辈一阵发凉 与此同时肖一番正在约见网友 为了尽快找到侄女 她也是煞费苦心 不过这次她的运气比较好 还真找到了一个认识她哥哥家保姆的人 肖一番通过了解 保姆向警方一个多月以前是放着每月一千二的工资不干 而是选择了跑到肖一航家里做起了八百一月的工作 肖一番敏锐地察觉到了蹊跷 同时想马上通知哥哥 向警方这么做肯定不是脑子进水 一定是有比每月一千二更吸引她的东西 我得赶紧走 是吧 你再快点啊 谢谢 等三人想与保姆当面对峙时 却发现向警方已经早就没有人引 就这样好不容易找到的线索又断了 庄民判断保姆是明显的有备而来 更是有备而去 但保姆为什么会在彭彭丢失的时候不走而选择现在走 同时走得一点也不慌乱 所有的东西都规制得整整齐齐 显然这个事情并不简单 背后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如果要弄清楚这些的话 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找到保姆才能找到证据 但是现在保姆走得实在是太干净 什么也没有留下 几人火速赶往萧一番的住处 只是让他们想不到的是 萧一番原本好好的电脑 却突然间无缘无故的系统崩盘了 致使电脑里的资料全部丢失 那张照片当然也就不见了 好不容易有了点希望 关键的时候却出了差点 让萧一番懊恼的同时 他突然想到了之前把照片放到了论坛里 也就是说现在只要有台能用的电脑就可以进入界面看到那张照片 为此萧一行让妻子从车里拿来了一台笔记本 只是让他们惊讶的是 萧一番所发的帖子里的照片都已被删除 接连发生了一连串诡异的事 萧一行确定这就是为了让保姆从大家的视线中消失 而此时的向警方宛如惊弓之鸟 连夜赶到了一处偏僻的地方 神色不安地敲开了一扇门 来开门的正是他的老乡好事大海 向警方看着床上躺着昏睡过去的蓬蓬心声怜悯 引起了石大海的不满 距离两人上次见面已有一个多月 石大海这次一看到向警方就想与他展开深入交流 石大海坚硬的不行就打起了感情牌 只是他不知道的是 向警方这次回来都是出自他个人的感觉 并没有受人指使 当石大海还在责怪向警方这个自作主张时 一个神秘的电话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像警方感觉这么做有些缺德 而石大海却不以为然 现在有人出五万让他们做这件事 如果办成了不仅可以把在老家所欠的债务还清 而且还能名正言顺地把向警方娶回家 两人想到这里不由的同时露出了邪魅一笑 但隔天向警方发现蓬蓬睡觉的一场 自从昨晚他回来一直到现在 都没见蓬蓬动一下 趁着石大海出去买饭菜的间隙 蓬蓬终于在向警方的呼唤中醒来 那是向阿姨蓬蓬蓬 向阿姨我要回家 我妈妈我要回家 不怕不怕不怕 向阿姨来了就没有私钱了 向阿姨我要回家 我要妈妈 哎呀 看我的臭气息 快到 才发现没带钱 我要妈妈 我要回家 你别吵 别吵 我要回家 我要回家 我要叫妈妈 我要回家 这个丧心病狂的男人为了不让孩子哭闹 居然做出了这样缺德的事情 当他把碗端到女孩面前时 蓬蓬连忙捂住嘴巴 男人就大声呵斥 向警方看孩子的反应 这么大对碗里的东西产生了质疑 但随后就相信了男人说完里只是水的谎言 哄着怀里的孩子将水喝下 男人这才满意地坐到一旁等待药效发作 可怜的蓬蓬在不久后就哈欠连天 沉沉地睡去 察觉到异常地向警方把孩子放到床上后 就对老乡好时大海倒过来的水产生了怀疑 听到的依然是骗鬼的话 直到向警方看到了桌子上的药品 他才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石大海件事情败露也没有再隐瞒 只是他对这种缺德的事毫无后悔的意思 面对向警方的谴责 石大海若无其事地嬉笑着走开 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孩子的父亲肖一航为了尽快找到女儿 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他先是到公司的财务部通知成会计提出了一百万 然后又通知了电视台在寻人启示下面多添一行字 谁能找回孩子愿以一百万中信 接着又草拟了一份寻人启示并召见了他的助理 这是我你写的一份寻人启示 要用最醒目的字样来突出 这个意思 不管是谁 只要找到我的女儿肖鹏 我将会用人民币一百万 重金成现 贴满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 要让每一个人都能看得见 此时的肖一航认为重金之下必有勇夫 从而达到打乱那些不怀好意之人的计划 肖一航晚上回到家里 面对妻子的疑惑也讲出了他的想法 这件事情肯定不是一个人干的 至少是两个人 现在我们能肯定的一个是向警方 他在我们家待了那么久 就是为了找到能够和彭彭单独待在一起的机会 他找到 另外一个就是那个五达三出的男人 他等到了向警方这个机会 于是他就下手了 但是蓬蓬丢失之后 向警方居然还能够在肖家装的像个没事人一样待那么久 这就说明在向警方与那个男人的背后 一定还有人指使 庄敏想想都一阵后怕 深夜一人来到女儿的房间以泪洗面 隔天肖一航的计划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助理按照他的要求把寻人启事贴满了大街小巷 很快便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 但不久后助理带着一堆相片 严肃地来到了肖一航的办公室 肖一航看到对方居然还买了女儿平常最喜欢的零食 便更加坚定地跟了上去 只是在来到一处岔路口时 由于对方车速快 致使肖一航把车给跟丢了 为此助理是一个劲的自责 就在这种尴尬的气氛下 肖一航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此时的肖一航还不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 是近段时间以来与女儿最近的一次 因为蓬蓬正在离这不远的出租屋内 与向警方在玩着游戏 等时大海从外面回来 手里果然拿着蓬蓬最喜欢的零食 而在家中思念女儿的庄敏在走神中等来了沈慧 沈慧的回答让庄敏感觉除了有些夸张之外 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厌恶 只是出于礼貌她强颜欢笑 好在肖一航没多久就回到了家中 庄敏在一旁观察着沈慧的同时 回想起刚才俩人的对话 她越来越感到不对劲 于是便趁着倒茶的间隙与沈慧搭话 肖一航也听懂了妻子的意思 等忙完了工作上的事情后就匆忙送客 庄敏对丈夫今天的做法表示非常的愤怒 连本两人就约定好双方都不准把工作带回家 现在肖一航居然还把员工带到家里来 更糟糕的是庄敏从第一眼看到沈慧的时候就不喜欢她 总感觉哪里不对 但肖一航并不赞同妻子的看法 因为沈慧是她亲自招的 现在又是公司的业务主管 这次是情况特殊才到家里来 并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夫妻俩各自一词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最后肖一航为了早点结束这样无谓的争吵 承诺以后再也不会让沈慧到家里来 更不会把工作带回家 这才把妻子的情绪安抚下来 这个人哪 人跟人之间这个判断 它就是很奇怪 你要觉得不对的哈 哎 他听好 你要觉得都对了吧 他不一定就对 是不是 你什么意思呀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 我这是在就事论事 你是指向你帮的事对吧 我是一开始看他很不错 后来把咱们家里搞得乱七八糟 我有那么大的本身 也看他就那样的人吗 我真是一点没有怪你的意思 咱们能不能在这种时候 把我们有限的精力 不要耗费在这些无谓的事情上 可以吗 我真没有怨你的意思 你就是在怨我 你从这里面就在怨我 这个靓仔正在被他的老板索赔一个车轮 但他现在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穷的叮当响 根本就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完成赔付 他的老板高学成成可管不了那么多 这次铁了心不但要为难一下萧一帆 而且话里话外都还捎带着萧一行 为的就是要看看他们萧家的笑话 这一点让萧一帆十分恼火 正一筹莫展的时候 沈慧却突然出现在他眼前 两人相约一家餐厅 为了帮助萧一帆摆脱困境 沈慧拿出了自己的积蓄 没想到的是 萧一帆直接拒绝了他的好意 正当萧一帆起身要走时 沈慧给他出了一个主意 两人一拍即合 沈慧在隔天快下班的时候 想办法拿到了公司存放车轮的仓库钥匙 马上就展开了行动 只是这次有些不凑巧 此时的萧一帆正在办公室的窗户前 观察对面高学成的动静 沈慧左顾右盼神色慌张的样子 引起了他的住 正当萧一帆开着借来的车 在各个公司的仓库里寻找车轮时 萧一帆正朝他们这个方向走来 随着萧一帆把车轮找到并放到车上 沈慧由于紧张一直锁不上仓库的门 再加上萧一帆的不停催挫 结果是还没锁上就直接开溜 等萧一行赶到时正好看到的是一把被打开的锁 他好像明白了一切 带着那把锁撞见了正要去洗手的沈慧 萧一行想让沈慧自己讲清楚 但沈慧一直沉默不语 姚锦牙关也对萧一帆只字未提 让萧一行很是生气 最后给了他两个选择 沈慧经过考虑后选择了后者 回到办公室里收拾好了东西就离开了公司 随后萧一行就收到了助理有关高学成动向的信息 当他们一路尾随到达一处偏僻的房子前 萧一行想到马上就可以见到女儿就耐不住性子 兴直闯了进去 萧一行 你要干嘛你 什么孩子 我女儿 什么你女儿 这没女儿出去 你不要跟我玩这个了 我不是盯你一会半会吗 我跟你玩什么那边 你赶紧给我出去 你出去出去 这边什么人 是什么人管不着 彭彭 彭彭 你什么种点啊 我就不让他连钩出去 打开 结果是萧一行的信息有误 并没有找到女儿彭彭 正准备离开时被高学成拦住 把萧一行直接告到了派出所 庄敏接到电话前来了解情况 情况是这样 这位高学成先生刚才报案 说萧一行入室骚扰 根据我们调查 情况属实 而且萧一行也已经在笔录上签字确认了 根据治安管理条例 萧一行这次除了要罚款之外 还要当面向高学成道歉 事情到了这一步 高学成也讲出了他这阵子之所以反常的原因 虽然萧一行误会了老对手 但是在高学成前妻锁住房子的不远处 这起拐骗儿童案件的幕后主使突然出现 石大海收到信息后连忙出来打招呼 来人正是刚刚失业的沈慧 为了不让第三个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沈慧把石大海带到了一处荒废的房子谈话 并嘱咐他一定要将蓬蓬照顾好 至于什么时候把孩子送回去 就要等待他的消息 唯利是图的石大海满口答应 他也想不到眼前这个外表柔弱的女孩 心机怎么会这么重 而对沈慧还不了解的萧一行夫妇 从派出所回到家后 庄敏尽力的安慰丈夫 他也终于明白了萧一行 为什么会在寻言启事下面添加一行字的原因 庄敏也赞同丈夫的观点 自责的同时 他还是不喜欢那个叫沈慧的女孩 一见到他心里就不舒服 总感觉沈慧的眼神哪里不对劲 这个人不用提了 他已经留下公司了 不会因为我那几句话吧 当然不会 我看见他从公司的修理车间往来运东西 运东西 怎么回事啊 要不是亲眼看见我不能相信 真是起的怪 你说这么多年 我对人的判断力我一直很有自信 可是在这个省会身上我不得不承认 这次是我有问题的 好吧 你也饿了 我给你先碗面吧 行啊 喂 一块儿 你还真不知好歹 要不是看在咱爸咱妈面子上 我懒得管你 你小台出爸妈来压我 懒得管你别管 这个男人对他的弟弟是真的太好了 自从他们的父母去世后 肖一航就把长兄如父体现得淋漓尽致 只是在这种关怀下长大的肖一凡 却出现了厌倦这种被人安排的感觉 不但离开了哥哥的身边 而且每次回来找他准美好事 这次也不例外 因为就在他来之前 刚刚失业的肖一航把省会约了出来 我失业了 来 干杯 什么礼 庆祝我失业 为了庆祝我和你一样 加入失业大军 肖一番猜到准是他的哥哥解雇了省会 就想为女友打抱不平 省会嘴上虽然讲是他自己的问题 在哪里工作都一样 但当看到肖一番怒气冲冲地去找他哥哥的样子时 省会的嘴角开始上扬 他这次的目的已经达到 而单纯的肖一番禁止闯进了他哥哥的办公室 肖总 我告诉一番 让他稍一趟一会儿 可太好了 这没你的事了 随后得知了辞退省会是因为他偷窃公司财产后 肖一番才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前几天在外面 我让几个毛贼把我的车咕噜给偷了 高一程让我赔 我又没钱 我也不想用省会的钱 省会就给我出了个主意 说让我把高学程那先应付了 回头再把这边给你补上 我连累了他 肖一行这才明白的确是错怪了省会 但从这件事上 他看出省会与弟弟的关系非同一般 我跟省会是什么关系 都与您无关 虽然肖一番没有正面回答 但他的哥哥心里乐开了花 回到家里把想当一回红娘的想法告诉了妻子 夫妻俩商量好把省会请到家里来吃饭 历来是为了道歉再请他回公司继续上班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是撮合他与肖一番 收到消息的省会如约到来后 主动到厨房帮老板娘做菜 只是不好的预感让庄敏不会浪费这么好的了解机会 除了打听省会的家庭情况以外 庄敏又再一次看到了那双既熟悉又厌恶的眼神 略显尴尬的场面随着肖一番的到来而缓解 你来了 你哥把省会叫来跟咱们一起吃饭 快去洗手 马上开饭了 吃饭的时候 肖一行话里话外都带着弟弟该找个女朋友成家的暗示 但让他想不到的是 肖一番不但不承认与省会的关系 而且希望哥哥少管他的事 把肖一行的好心当成了驴肝肺 随着肖一番在饭桌上宣布与省会撇清了男女朋友关系 你还真不知好歹了你 要不是看在咱爸咱爸面子上 我懒得还你 你小抬出爸妈来压我 懒得管你别管 好了好了 你们也不分个场合 还有客人在呢 好意思 小总 大嫂 我吃好了 谢谢你们 我还有点事 我先走一步 我动你啊 不用了 这个女的半夜突然被胃疼醒 难受的她从包里拿出了一瓶药 踉呛地走到桌子旁想到杯水时 又是一阵疼痛让她撑在桌子上 好一阵都缓不过进来 她的老乡好石大海恰好从外面醉熏熏地进到屋内 看到像警方这么难受的样子 石大海连忙把她搀扶到床上休息 然后是非常耐心地服侍向警方吃药 但千万不要被她的表现所迷惑 石大海可以说是个连出声都不如的渣渣 当向警方吃完药胃痛有所缓解后 突然脑海里满是庄敏之前对她关心的画面 那次她也是胃疼男人 庄敏发现了她的不适 连忙把她扶到沙发上休息 在得知了向警方的病情后 庄敏特意让出国的朋友帮忙带回来一瓶药 也正是向警方现在所服用的 给了她从未有过的温暖 想到这些的向警方心里开始悔恨起来 但现在已经落入了石大海的魔掌 接下来发生的事几乎让向警方崩溃 好吃懒做的石大海趁着酒精 对着向警方开始不安分起来 你说挖海在这儿 你不要这样行吗 你把挖瞎着 挖都睡着了 你挖个挖个屁 来来来 哎呀你身上有个味道抽 哎呀 当几天保姆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来 哎呀干海又挖的 你把下酒挖的 不要这样 帮我一遍 帮你帮我了 帮你帮我 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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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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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他杀死了 你把他杀死了 你知道吗 石大海并没有因此而悔恨 随着彭彭在向警方着急的呼唤中 醒来的第一句话 向警方的心仿佛都要被融化了 愤怒地骂走了石大海后 留下的满是悔恨的泪水 证明男子挟持了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在天台 谁都不能靠近 且看上去精神有些失常 庄敏在听到这个消息后 立马带着栏目组的人赶到了事发地点 等了解完情况 庄敏趁警察不注意 悄悄地冲向了天台 当别人发现他的行动并大声地阻止时 楼顶听到动静的男子显得异常地紧张 站起身来让所有人不要靠近他 只是让他想不到的是 一个女人随后就出现在他的眼前 经过庄敏与他一番推心致富的交流 成功地疏通了该男子的思想障碍 并让他放下了手中的利刃束手就擒 现场的人都向庄敏抱以热烈的掌声 萧一航收到消息赶来给了他莫大的欣慰 但回到家的庄敏难掩对女儿的思念 丈夫劝他休假 他却不同意 现在女儿的下落不明 庄敏决定去帮助更多的人 因为他相信在这个世上 善一定比恶的力量大得多 虽然道理没有错 但庄敏今天的优秀表现 却遭到了栏目组另一个人的嫉妒 他跑到台长那里去打小报告 理由是庄敏爱出风头 抢了人家法制类节目的工作 台长考虑在三后做出了一个决定 你叫让庄敏等星他们 一起开个会 该女子还以为这次可以让庄敏吃不了兜着走 笑得比谁都甜 花园间幼儿园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这类新闻在法制点报的工作范围之内 与你对话这类访谈类的节目 不能阅读代谱 不过我认为庄敏做得对 做得好 作为领导我要批评他 起码的组织纪律是要保证的 可是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 我要说我很敬佩他 我们做新闻工作的人 要把良知和社会责任感放在第一位 他做得是好样的 显然这个结果出乎某些人的意料 但庄敏的事迹隔天在新闻上播出后 恰好被出来给彭彭买零食的向警方看到 唤醒了他心中最后的良知 他悄悄地买了一张新的电话卡 回到住处后把十大海支走 打开窗户确定器走远后 立马把手机卡上好并拨通了庄敏的电话 喂妈妈 彭彭 妈妈我是彭彭 你在哪儿啊彭彭 你快告诉妈妈你在哪儿啊 妈妈我不告诉你 你自己来找我 你在哪儿啊 你快告诉妈妈 妈妈好去找你啊 妈妈你来找我呀 我们在捉迷藏呢 什么时候才能找到我呀 彭彭你快告诉我 告诉妈妈你在哪儿啊 你能看见什么你周围有什么 妈妈才能去找你啊 陈阿姨我还有好多话要跟妈妈说呢 还没说完呢 好好好 朋友先不说了啊 你妈妈马上就会找到咱们的 这个女人为了掩盖自己与前雇主取得了联系 比关窗户唯有把手机扔到了外面 她的老乡好是大海做贼心虚 除了大热天的门窗都不让打开以外 还经常威胁向警方不要搅黄了她的好事 而刚与女儿通完电话的庄敏着急地回播过去时 听到的却是对方已经关机 不久后随着石大海的憨声响起 向警方起身捏手捏脚地出门去寻找她的手机 但让人想不到的是 她翻遍了手机可能掉落的位置 还是没能找到 为了不让石大海怀疑 向警方只好赶紧回到屋内 另一边的庄敏跑到了丈夫的公司 并告知了女儿突然来电的通话内容 萧一行赶忙通知助理去查询 那个手机号拨出来的位置 不久便有了消息 等萧一行去开会的时候 庄敏又忍不住拨打了那个号码 没想到这次对方居然开机了 更意外的是拿着手机的是一个小学生 庄敏满怀期待地等待通话 小朋友因为害怕不敢接而挂断了电话 庄敏不愿意放弃继续拨打 小朋友拿起手机犹豫了半天后 还是按下了接听键 随后小朋友非常诚实地讲出了 捡到手机的经验 并告知了所处的位置 庄敏与小朋友约定好了见面地点后 立刻通知了正在开会的丈夫 今天的会先到这儿 明天下午接着开 看着萧一行匆忙离场的省会察觉到了危险 跟着冲出了会议室 为了证实他的猜想 他打电话让萧一帆以关心哥哥的名义去打听 哥 好 我马上打给他 一帆 说 哥 出什么事了 省会说你开会开一半就走了 怎么很担心 他们朋友有消息了 我跟你扫子现在正往那去呢 真的 我也去 单纯的萧一帆转头就把事情都告知了省会 喂 大海 你们赶紧走 去哪儿去 赶紧走 这地方已经被别人知道了 不可能啊 谁会知道啊 别跟我废话了 他们晚上就到了 赶紧带着孩子 带着他们所有的东西 不要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快点走 好好好 收到消息的石大海立马展开了行动 只是这个丧心病狂的人渣又做出了缺德的事 向警方看到后上前阻止也被他推倒 你不要再害蓬蓬了 你去躲开走 你把我躲开走开 走不躲开 走 快走 快走 你把我弄死他 我弄死他 看见没有 来 喝 可怜的蓬蓬被迫喝下了被石大海下了药的水 与此同时 萧一航夫妇赶到了约定的地点并见到了小朋友 例行人正向着捡手机的地方走来的时候 石大海与向警方已经收拾好了东西准备开溜 只是在慌乱中弄丢了蓬蓬的一块丝巾 等萧一航等人找到出租房时 庄敏发现了他 这屁股是我亲手受的 你怎么会有血啊 我忘了血啊 庄敏看着女儿带有血字的手卷 哭得撕心裂肥 大家看着心里都非常难受 回到住处的肖一帆等来了 省会的登轮拜访 她先是假惺惺的明知顾问 肖一帆则是有问必答 当得知庄明捡到了女儿的手帕时 省会又故意说会不会是有人走漏了风声 来摆脱自己的嫌疑 见肖一帆没有怀疑 省会这才放下心来 但她不知道的是 对于好不容易有了女儿线索的肖一行来说 她可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 隔天就带着助理在蓬蓬住的房子附近走访 月薪的村民们把所见所闻都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 同时还告知了十大海经常出没的超市位置 肖一行与助理随后就赶到了那里了解情况 希望得到一些有用的线索 终于是黄天不负有心人 从超市老板的口中得知了 那个五大三粗的男人平日里对某品牌的华子情有独钟 肖一行突然有了一个好主意 她安排助理加印一些巡人启事 然后发放到全市各个烟摊 只要有人买那个男人喜欢的那个牌子时 就附上一张巡人启事 结果这招果然管用 已经重新找到了住处的十大海出来买他喜欢的华子时 收到了老板附上的巡人启事 十大海没能顶住一百万筹金的诱惑 他决定联系肖一行打探一下虚实 喂 喂 是肖先生吗 你好我是 请问您是哪位 哦 我是看了你的学人启事 哦 喂 喂 你学生啊 说谁要帮你找到你女儿 你就给一百万 这是真的吗 是是是是是是真的 对 呃 您您现在知道我女儿的下落吗 那个 我 我好像看见那个小姑娘了 正当肖一行还想听听有关女儿的线索事 狡猾的十大海却突然挂断了电话 高兴的往所租住的房子跑去 只是跑了一半突然停了下来 想着那一百万 他已笑得合不拢嘴 虽然只有短短几十秒的交流 但是肖一行可以判断出来电的人正是他们要找的那位 他推测这个人肯定是刚刚看到寻人启事 这次来电的目的就是试探一下肖一行夫妇 到底有没有支付能力 因此可以确定的是那个人一定会再来电话 而且很快就会打来 我们家蓬蓬现在一定很好 而且从现在开始 蓬蓬一定非常安全 他为了这一百万 也不能让我们家蓬蓬有任何闪失 对不对 庄民也同意了丈夫的看法 以前还真不理解肖一行为什么会这么做 不过现在看来 丈夫的做法是多么的睿智 还是古人说的好 人为才子 鸟为时光 重赏之下 必有用福 事情到了这一步 肖一行也从被动变为了主动 他迫不及待地想把这个好消息 与弟弟分享 只是当肖一番来到哥哥家后 一眼便看出了对方是从话八打出来的电话 根本就查不到具体的地址 庄民认为这些已不是重点 现在就在等对方再打电话过来 对方为了那笔酬金 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那要是他再打来电话 我就把他的声音录下来 放到网上 让网友帮着追踪 看看有没有人能认出他的声音 能不能抓住这个人 正当一切都在向的好的方面发展时 沈辉在导演的安排下 出现在了肖一番的住处 他敲了几次门没有得到回应 正想离开时 遇到了刚从肖一行处返回的肖一番 沈辉顿时慌了神 面对肖一番的疑问 他谎称突然间想起公司 有点是需要回去处理 然后匆忙去约见了石大海 面对沈辉的质问 石大海也没有在隐瞒 就在他承认了自己 已经联系了肖一行时 被他关在屋内的向警方 想抓住这个机会 带着蓬蓬逃走 但倒过了半天 也不能把锁打开 另一边的沈辉还在利用 他的三寸不烂之舌 劝石大海不要去见肖一行 但无论他如何忽悠 石大海就是不上当 两个人的会面就这么不欢而散 只是这次躲在房内的向警方 终于看清了沈辉的脸 在巨额的酬金面前 一切的承诺与曾经的约定 都成了摆设 沈辉气急败坏的同时 他也对石大海无可奈何 只好另想他法来挽回局面 隔天肖一行的公司就出了事 萧一行让助理马上前去核实清楚 并全力配合基督大队进行调查 没过多久便弄来了举报人的电话 肖一行看到后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原来是对面的高学成从中作梗 肖一行随后就给他送去了问候 高学成见事情败露也没有过多的剿面 面对这种喜欢在背后搞一些小动作的对手 肖一行最后还送给了他一句话 你知道天使为什么会飞吗 什么 天使会飞就是因为天使把自己看得很轻 高学成虽然听的是一头雾水 但这次的举报居然是沈会指使他干的 毫不知情的肖一行即将面临一场事业危机 为了能够录到绑架蓬蓬的人的声音 肖一番经过对电话进行处理 已经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而另一边的石大海正在做着他的发财梦 高兴地时不时地笑出了声 并自言自语地讲着等拿到酬金后的各种打算 最后还是没能忍住想主动再联系肖一行 殊不知这样的举动早就在人家的意料之中 对于他所提出的问题 肖一行夫妇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以至于无论对方怎么问 他们都能回答得天衣无缝 那行 那你们等我电话吧 好 喂 喂 他会相信我吗 他不一定相信你的话 但是他渴望得到这一百万 只要他还贪婪 他就回答电话了 他一直怀疑这一百万是否可靠 今天这个电话 你让他放弃了 应该是这个 我尽快把这音频放到网上 看看有没有人能跟上他的声音 肖一番想法是非常好的 但就在他在家里处理声音时 沈会却突然到来并发现了肖一番正在做的事 他感到震惊的同时脑子里在飞快地想着应对的措施 离开了肖一番那里后 沈会连夜做了一封匿名信 大概内容就是公司的财务出现了大问题 工资都将发不出来之类的话 随后沈会悄悄地把信放到了公司的车队机修房 不出意外的是司机们第二天一上班就围住了肖一航 他们希望老板给个保证才能安心地去上班 肖一航感到事情非常奇怪 只是还没等他处理好员工们提出的疑问 从外面又闯进来几个记者 矛头直指肖一航公司的财务状况 好在他也是经历过大风浪的人 坦然面对了这些风言风语 并安抚住了员工的心 但无风不起吗 报纸上关于公司的负面新闻一发不可收拾 歹读的沈会贱募的已达到 偷着乐呵的同时也通知了还在做着发财梦的石大海 你别忽悠我 人家那么大买卖咋能拿不出钱呢 也不能说倒闭就倒闭吧 不相信是吧 不相信你就买份工商联合报 今天的头条就是它 喂 有那个工商联合报吗 他很快又联系了肖一航 你干嘛就拿不出一百万 你连首相人的公司都发不出来 你拿啥一百万给我啊 这位朋友 你现在需要的是冷静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现在是因为有人不想让你拿到这一百万 所以才造出这样的谣言 你现在相信的应该是我不是他们 我凭啥相信你呢 为了能尽快让彭彭回到身边 肖一航提出会把一百万存成一张 可以随时提现的大额存单 可以先给石大海存单的复印件 等他确认了真实性后再进行下一步的交易 虽然这样做稳定住了石大海 但是肖一航现在落入了一个刚大的境地 由于公司的账面上的钱不能动 他只能另想他法 只是孤陋偏逢连夜语 肖一航的一个生意合作伙伴 听信谗言与他终止了合作 这无疑是给公司一次雪上加霜的打击 坐在家里着急的庄敏思来想去 还是给丈夫的助理打去了电话 当他了解到公司目前面临的困境时 于是便有了开头一幕的选择 现在肖一航夫妇把钱已经准备好了 等到石大海再次来电后 他们约定好了见面地点 但没想到的是来取支票付硬件的居然是个孩子 正当肖一航等人在疑惑的时候 石大海在不远处收到了那张大额存单的复印件 他立马前往附近的银行前去证实真假 大哥你看着我干啥呀 我说你这玩意是真的假的 这是假的 假的 这是复印件 你难道看不出来吗 那要是不是复印件呢 你是说元件是吧 元件当然是在哪 谢谢大哥啊 谢谢 这人 这个男人看着即将到手的一百万开始疯疯癫癫 殊不知有一个人可不会让他轻松得逞 就是这期拐骗儿童的幕后主使审会 他先是找了一处房子 并与一位双目市民的老人达成了协议 计划今天一旦把彭彭抱出来就送到这里寄养 随后就联系了石大海 以解除误会唯有请他吃饭 本想来的吊虎离山 不料被石大海试破 他急忙跑回出租房带着彭彭与向警方转移地方 当自以为奇高一招的审会赶到时 才知道被石大海摆了一道 想电话联系时却听到的是对方已经关机 而此时的石大海已坐上一台面包车来到一处偏僻的废弃厂房内 这里不但没有水电 而且房间脏乱不堪 简单地收拾好后 石大海就迫不及待地联系了肖一航 双方约定了明天见面的地点与时间 肖一航回到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妻子 庄敏为了迎接女儿回家特意把房间都打扫了一遍 同时换上了一套新的床上用品 肖一番收到信息也跑来与哥哥商量明天接蓬蓬的具体安排 一家人都沉浸在亲人即将团聚的喜庆之中 但刚回到住处的肖一番就接到了省会的电话 你去哪儿了 怎么才回来 我打电话一直没在家 我去我哥家了 明天啊 蓬蓬就要回来了 真的 太好了 我跟我哥商量好吗 明天不仅仅要救出蓬蓬 还要把那个家伙抓住 揪出隐藏在他身后的那只幕后黑手 幕后黑手 对 这个事情整个是个阴谋 没那么简单 我哥说了 把蓬蓬拐走那个人只是个小胡子 他背后那个主谋还躲在后头 要把这个黑手揪出来 斩断他 整件事情才能结束 明天 明天一切就水落石出了 省会听着肖一番的话 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一样 想着辛辛苦苦不得局明天就要复制东流 心有不甘的省会在挂断了肖一番的电话之后 又尝试着联系石大海 却依旧听到的是对方已经关机 只能在家里着急地抱着粗口 隔天一大早 肖家就满怀期待地到达了约定的地点 但让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 就在十大海要抱着蓬蓬出门时 向警方却做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选择 当另一边的肖一行夫妇正在太阳底下焦急地等待女儿的出现 向警方带着蓬蓬逃出了废弃的厂房 只是他们没走多久 石大海醒来后就紧追了上去 眼看着已经过了约定的时间 不愿意放弃的肖一行带着妻子坐到旁边继续等待 殊不知此时他们的女儿正在被一个五大三粗的男人追赶到了一条河边 向警方眼看着就要被追上 带着蓬蓬选择了上桥躲避 但结果还是被石大海碾上 双方在桥上展开了激烈地拉扯 这一幕刚好被一位正在旅游的人拍到 而毫不知情的肖一行夫妇还在苦苦地等待 就这样他们三人又在原地等了很久也没有见到女儿的影子 肖一行这才相信今天肯定是不能如愿了 他与妻子一起回家等待对方的电话 没想到的是却等来了一个噩耗 小姐 上进去 来 是这样 今天上午十点钟左右 一个中年妇女和一个小女孩 失足掉电梯浆 现场的一个比如者用数码相机拍下了当时的情景 你们要不要到所谓店 随后肖一行夫妇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来到派出所查看录像 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一幕 庄敏看着自己的女儿跌入水中后直接晕了过去 就在大家正在为落水的人捏一把汗室 向警方随后就跳进了水里与蓬蓬一起消失在视线中 肖一行现在是女儿生死为补 妻子也住进了医院 这个坚强的男人突然一下子遇到了人生的重大变化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沈慧正在家里悠闲地看着电视 突然听到了一阵急促的开门声 他正要去看看到底是谁还有他家里的钥匙时 进来的人让他大吃了一惊 你怎么会有我家钥匙 他亲眼看着向警方与孩子掉进河里消失后 又想从沈慧这里得到好处 你还有脸带我这来要钱 你的一百万呢 你今天不许拿一百万了吗 拿了一百万还带我这来干嘛 一百万没了 我早就跟你说过 一百万是假的 你不信 让人给耍了吧 还 还 还要死呢 沈慧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发疯似的跑了出去 他打车来到萧一帆的住处 却吃了一个闭门羹 立刻出发前往了萧一行的家中 鼓足勇气暗响了门铃 却没有听到人回应 沈慧又折返到萧一帆的住处 虽然这回等到了人 但却看到的是伤心欲绝的萧一帆 沈慧也忍不住留下了悔恨的泪水 隔天他到医院去看望庄女 从萧一行的口中得知了病情后 沈慧痛哭流涕 悔不该当初的决定 但更让他难受的是 回到家里还要面对一个 像温神一样的石大海 接着沈慧指着门口让石大海出去 并表示再也不想见到他 但这次石大海是抱着 鱼死网破的心态来的 他把这次没能得到那一百万酬金 都怪罪到向警方的头上 石大海却不以为然 他表示帮沈慧忙活了半天 现在是一分钱都没有捞着 他心有不甘 沈慧没想到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石大海居然还会摆明的来勒索 沈慧生气的强调 从今往后一分钱都不会给他 石大海听后原形毕露 不但宣称要到派出所自首供出沈慧 而且还要将事情都告知萧一行 这条狗 呸 狗都不容 沈小姐 你别生气 我没别的意思 你现在不能撇下我不管呢 我连饭都吃不上 你不能把我逼急了吧 走得越来越好 三点钱就把我打破了 你先逼你风头吧 你急傻啊 说我倒霉 这个电视台的一档节目正要开始录制时 主持人却突然失踪 栏目组的人着急地到处寻找 却只在办公室里找到了庄敏的手机 但对于他的去向大家都一头雾水 另一边的萧一行私来想去还是想做船运业务 刚当电话通知沈慧把相关资料送过来后不久 就接到了电视台打来的找人电话 萧一行只好先放下手中的工作前去寻找妻子 但在公司门口被沈慧追上 得知了是因为庄敏突然不见了萧一行才着急离开公司时 沈慧主动提出一同前往寻找 结果他们在蓬蓬坠河的地方找到了思念女儿的庄里 沈慧看着失去了亲人的夫妻俩痛苦的样子时开始后悔 以至于第二天看到前来上班的萧一行时 他忍不住上前问候 您没事了 什么叫有事 什么叫没事 我是说您家里 人生无大事 为生死既知 我女儿不在了 这对于我来说是莫大的痛苦 但是这两天我在想 人活着 一定不全是快乐 我们要锻炼的就是消化痛苦的能力 如果具备了这种能力 那在我们这辈子里 快乐的必须 一定人人大有痛苦 你说是不是 沈慧看到如此坚强的萧一行也就放心了 但就在他离开老板办公室不久 萧一行的助理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我找了一个专门画去出现 按照小麦不老板说的 就画了这么一张相 老板已经变过了 这个就是他 找了他 萧哥你放心 我一定找了他 然后 怎么处 怎么处置那是法律的事 我希望他在监狱里去抽他的偿福音 有了萧一行的音语 他的助理马上就展开了行动 只是正当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时 萧一行在开会的时候 收到了公司车队出事的消息 更要命的是这次不但有人受伤住院 而且车队主管一时疏忽竟然没有购买保险 为此萧一行非常生气 在他眼里容不下这样的违规操作 刚教育完下属还没来得及喘口气 得知货物出事的老板就找上门来讨要说法 并要求尽快对他的损失做出赔福 这个恐怕 还真不是你我说了就算 得咨询一下律师 我跟你的律师谈不着 我是说我咨询我的律师 不是你 可我等不起呀 小总 这样好不好 你给我点时间 三天 我只能给你三天 双方经过协商 以三天作为期限 因此萧一行面对巨额的赔偿咨询了律师 你认为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小总 我已经仔细研究过了 车队出了这么严重的事故 按合同 您是要赔 可是根据公司先来的情况 一下赔付那么多钱 对公司来说 负担可能会很重 律师认为有误就会引起司机的视觉疲劳 同时也会使限速标示不那么清晰 总之出事当天有误的话 无论对保险公司还是将来对不公堂 都是对公司有着极为有利的条件 最起码可以为公司争取到很多时间 这样的话可以多接几单生意 从而缓解公司的压力 如果处理得当的话 还可以让保险公司承担一部分损失 总之这个雷 我们是悲伤 目前要考虑的就是 让公司的损失能够减少到最小程度 那我这就去办 好 那就辛苦你了 好 没关系 袁助理 你协助秦律师 处理好所有细节问题 事情到了这个份上 貌似解决问题只是时间而已 但沈会觉得时机已到 又再一次劝说 萧一航从事船运业务 以尽快摆脱公司现在的困境 没想到这次萧一航并没有拒绝 而是让沈会与萧一番先去考察一下 不久后 两个陌生的面孔出现在码头 萧一番面对新鲜的事物 高兴得像个孩子 而沈会却显得心事重重 很快到了与蔡老板约定的日子 萧一航把财务叫到了办公室 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不理解的决定 萧一航的话虽然讲得很轻松 但据财务反应 按照公司现在的资金状况 如果这次全额赔偿的话 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 我知道 现在公司的账面上插了口子 我会跟你想办法 想办法 现在能想出的办法 无非是拆东墙补西墙 这样拆来拆去 最终结果只会是元气大声 这不是办法呀 您说的都对 这只是站在我们自己的角度上来想 但咱们想一想老蔡 他是把全部的家当都压在了那几车祸上 我们要拖个一年半载 那他就完了 萧总 咱们跟昌盛公司的合同 我有仔细看过了 有一条过于不可抗理的约定 对我们很有利 不说不说 这种事情损人不理解 听我的 赔 萧一行的做法 让沈会重新认舍他 敬佩的同事更多的是内疚 只是在别人都不理解的做法 却在几天后得到了回报 这位老板不顾阻难 闯进了别人的公司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来找麻烦的 以至于很多人都围在门口看热闹 但这次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来人不但是来表达谢意 而且还带来了一份更大的合作协议 蔡总给的这个是君子合同 连风险抵押金都免了 跟君子订合同 就得签君子合同 我已经签赞了 萧总给你了 没想到 这件事情会有这样的结果 这就叫种瓜得瓜 众都得多 万事都有个基本规律 只要按基本规律办事 不会有错 原本事情有这样的结局已是皆大欢喜 但萧一航突然宣布要进军船运行业 沈会的犹豫看起来好像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萧总 您看这件事情是不是太仓促了 买船不是一件小事 还是我们两个跟他们再进行议论接触 您再跟他们见面吧 嗯 办事求稳这都很好 但是现在时间不等人 你们赶紧去办 知道 这名员工前一天还在极力劝说他的老板去开展船运业务 但当方案正式获得批准时 他却心事重重地打起了退堂 其中的原因还要从不久前说起 这天沈会像往常一样下班刚回到所住的小区 石大海就出现在他的身后 除了把人吓一跳之外 好吃懒多的石大海就像是一个无底洞一样纠缠着沈会 两人的谈话随着萧一帆的出现而终止 为了不让石大海被人发现 沈会一请吃饭为明把男友之走 等到夜生人静的时候再次返回时 沈会心有余悸地在楼下四处观察确认后 才放心地回到家里 只是这次他直接走进了一间隐秘的房间 打开了一只印有他与母亲相片的盒子 沈会对着里面父亲的遗像开始自言自语 我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让这一切都停下来 我不能再错下去了 我已经伤害了那么多无辜的人 我不能再伤害他们 他们都是好人 如果说 萧一航对我有杀父之仇 现在也已经够了 虽然沈会自认为已经大仇的报 但事情远比他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不久后他就接到了高学成的电话 怎么样出去坐坐 什么事啊不能电话里说 这你该比我平白 有的事就是不能在电话里说 好吧 老地方 高学成一见面就跟沈会提及让萧一航从事船运业务的事 原来他们之间曾经有过一个约定 让两人把矛头对准了共同的敌人萧一航 其目的就是要让他的公司垮掉 随后高学成就向沈会提供了一个计划 只要能说服萧一航买下一艘船去从事船运业务 那他就只剩下完蛋了 现在眼看着就要成功 沈会却突然提出了退出 让高学成懊恼的同事更多的是难以理解 不为什么 就是不想干了 你不是一直都盼着萧一航完蛋吗 我原来确实是怎么想的 但是我现在已经不那么想了 你说变卦就变卦呀 那我成什么了 我陪着你玩呢 对不起了高总 我不能再昧着自己的良心去害人 以后请你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 我们的交易到此为止 从茶馆走出来的沈会如是重负 仿佛空气中的味道都不一样 随后在与萧一番一起去洽谈船运业务的时候 他故意装作文件忘记携带 硬是让谈判还没开始就结束在摇篮里 但回到公司面对萧一航的询问时 沈会的回答漏洞百出 萧一航一下就听出了破绽 只是无论他怎么逼问 沈会就是不能讲出实话 好 你可以走 萧总 您让我了点清晨 有点消息 说我拖了几个朋友 转了好几个弯子才了解到 工商联合报的人说 员工出事那天打电话通知他们 是个女的 女的 打电话的人没有透露姓名 但报社的人说 肯定是公司内部的人 谁啊 那天车队值夜班的人说 好像看见一个女的 从值班室出去 很年轻 从身形上看 好像是 沈会 萧一航通过多方了解 结合公司近段时间以来发生的一系列不正常的事情 所有的证据表明沈会非常肯 于是萧一航把要买船的事移交给了原助理负责 收到通知的沈会忧心忡忡 以至于在给萧一番做菜的时候差点切到手 面对男友的关心 沈会趁机说服了萧一番去劝他的哥哥不要买船 但此时的萧一航刚毕自用油盐不尽 任凭弟弟讲出多个理由也阻止不了他要进军船运的决心 两兄弟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结果是好不容易来哥哥公司上班的萧一番提出了辞职 气冲冲的样子刚好被沈会看见 他追出去劝萧一番与他一起去阻止萧一航买船 我不去 你不去是吧 你不去 我自己去 就这样正当萧一航兴志勃勃地到码头看船时 沈会坐着计程车赶到 在没有更好的办法阻止萧一航前 他先找到了正在做慈善的庄民 并把做船运的风险都一一告知 庄民也听出了言外之意 答应了沈会回家试着劝一下萧一航 结果却差强人意 反而更加坚定了萧一航要买船的决心 同时也对公司员工窜桌他的家人来劝阻他产生了反感 隔天就把沈会叫到了办公室 你找我 我不想跟你绕圈子 告诉我为什么 为什么要阻止我买船 我很奇怪 当初提出展开航运业务的是你 现在竭力反对的还是你 还窜到我的家人一起来说服我 为什么 沈会在萧一航的逼问下终于讲出了他的理由 我听说那条船有问题 船有问题 什么问题 那条船的操作系统被公放了 你怎么知道 我仔细研究过那条船的全部资料 发现一年半之前他进行过大修 主要内容是更换操作系统 大修之后 刘大峰就四处找买主卖船 而且价格那么便宜 我觉得不正常 但这些对于萧一航看来都属于正常的现象 他还是对沈会所讲的提出了质疑 因此需要有更具说服力的证据 而这些资料恰好就在沈会的家里 这个小伙子鬼鬼祟祟的进到别人家里后 就开始翻箱倒柜 殊不知这家房子的主人正在回来的路上 等他找到了想要的东西慌忙的开溜时 房主坐着电梯回来刚好看到了他的背影 没有察觉到异常的沈会回到家里 看到了凌乱的书籍才知道大事不妙 冲进睡房一检查 发现之前准备的有关一条船的资料 全部不翼而非 沈会仔细地回忆刚才出电梯所见到的一切 断定家里肯定是有贼光顾了 他赶忙追了出去 但沈会结果还是没能追回那些资料 再次回到萧一航的办公室时 他又不敢讲出实话 白了一顿披头盖脸的责骂后 你现在是不是碰到了什么为难的事情 你可以直接告诉我 有没有 别买那条船 怎么还是那句话 你得告诉我理由 为什么不能买这条船 理由 理由就是那条船不能买 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 他立即把这个事情上报给了萧一航 介于沈会近段时间的异常举动 萧一航决定跟踪他并弄清楚原因 只是让人万万想不到的事 这次沈会与高学成一见面就甩了一个难看的脸色 原因是萧一航即将要购买的那艘船的资料被偷 沈会怀疑是高学成指使人做的 是又怎么样 你现在跟我散伙了 我这么做也是不得意 沈会把手一身希望高学成把资料还给他 立即遭到了对方的拒绝 我知道你就想跟萧一航争个高低 但是竞争需要遵守规则 不正当的竞争永远是为人所不齿的 况且直理包不住火 瞒得住今天瞒不住明天 一旦那条船出了问题 萧一航肯定会调查原因 真到水落石出那一天 后悔就来不及了 你跑这儿教育我来了 我问你 有人乐意买 有人愿意卖 两厢情愿 怎么就不正当了 再说了 你怎么知道那条船就一定要出事 就算出了事 也是他自己买到手里以后出的事 你说你吃烧饼吃坏了肚子 你能带那个卖烧饼的吗 正当两人在争吵的时候 萧一航已悄悄来到茶馆门外 随后打听确认了沈辉的位置后 选了一个与他们相邻的地方坐下 我已经知道我自己错了 所以我不能一错再错 老高 把资料还给我 求你了 你怎么还不能 不可能呢 这是今天的心态 我不错 这货 货 我早晚收起 萧一航把这一切都尽收眼里 直觉告诉他 沈会与高学成之间肯定不简单 于是第二天一上班 就把沈会叫到了办公室 高学成给了你多少钱 小生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不想知道你们的谈话内容 但你必须要告诉我 你跟他是一种什么关系 什么解释我都可以接受 就是不要撒谎 高学成在收买我 他想帮我去大城 许诺让我做他市场营销部的经理 我还没说完呢 后来我拒绝了 他就没再勉强我 但是又提出 让我做他在远航的那些 你也拒绝了 因为一番 事情到了这一步 貌似沈会的说法都还算过得去 萧一航并没有再继续追究下去 此时的他还不知道 沈会就是马平原的女儿 而且是为了复仇 才潜伏在他的身边 至于沈会为什么会改变他的初衷 他的内心受到过煎熬 也害怕萧家兄弟知道所有的一切 他跑到患病的母亲那里去诉苦 只要一想到萧一番知道真相后的样子 沈会就想带着母亲逃离这个是非之地 但结果还是爱情战胜了理性 妈 我做不到 我舍不得离开他 哪怕只是为了看见他 我也舍不得离开着 我不知道事情还能阴满多久 小银行已经发现我和高学成之间的联系 我不知道还要多久 他就会发现更可怕的事实真相 妈 我能做什么 我还能做什么 放开 放开他 妈 你要我放开谁 这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帮助走势儿童的活动 当地知名的企业家基本上都已到齐 庄敏作为主办方坐在头牌的位置 看着台上天真可爱的孩子们表演 庄敏心生怜悯的同时 也思念着刚刚失去的女儿 她的丈夫今天也到达了现场 可以说这次如果没有萧一航的帮助的话 庄敏策划的这个活动是不可能这么成功的 因为自从她创办了救助走势儿童的机构后 募集善款成为了首要的难题 为此庄敏专门策划了一个活动 她带着请帖去挨个拜访当地的一些知名企业家 庄敏听到这样的回答 甘大的同时并没有放弃 于是她又继续去拜访下一家 没想到对方看完请帖后的反应 居然与之前的人如出一辙 更要命的是庄敏 庄敏听到后也没有理会 但李平反而是得寸进尺 听说了庄敏遇到了难题后 就开始泼冷水 即便是这样庄敏还是没有生气 隔天一大早就去与梁会长见面 等她说明了来意 得到的却是一个没有时间的回答 即使她详细地陈述了这次举办活动的目的与意义 但还是不能说服梁会长参加 结果庄敏灰头土脸地回到家 接着用电话邀约其他人 得到的都是一些敷衍的话 没有一个人答应她会肯定出席 眼看着活动的日子马上就要临近 着急的庄敏把这个事情告知了丈夫 萧一航决定帮妻子一把病提出了一个建议 你的这个想法和做法都很好 我支持你 但是你说作为人 是不是应该先独善其身 而后才能见机天下 尽管萧一航说的很有道理 但是不愿轻易服输的庄敏 在隔天还是再次去拜访了梁会长 即使她态度诚恳言语坚定 还是没能请动梁会长 只是这次等她刚刚离开 萧一航随后就赶到 她不但用自己积攒的名声成功地见到了梁会长 而且还与其猝息而谈 并巧妙地把话题转移到了 庄敏举办这次的活动上面 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 她让你来的 我是她丈夫 是我自己来找 梁会长 孟子有一句话 我想梁会长一定知道 老无老 以及人之老 幼无幼 以及人之幼 如果您能伸出援助之手 那我们这个社会 就会多几分关爱 少几分痛苦 萧一航的话 让梁会长陷入了沉思 在庄民举办的活动 如期举行的当天 梁会长带着一百多个人浩浩荡荡地走进了会场 观看完孩子们的表演后 到场的企业家进行了爱心捐助 让这次的活动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梁会长作为嘉宾发表了讲话 我这个人很久以来就不喜欢在公开场合讲话 但是今天我想说 我要感谢庄民女士给了我一次机会 一次用泪水洁净心灵的机会 在这里我还要感谢另外一个人 就是庄民女士的丈夫 你相信好人会有好报吗 这对夫妻刚做完了一件善事 不久后就接到了一个让人振奋的电话 来电的居然是之前失踪的向警方 等听到庄民的声音后 他就让蓬蓬说话 萧一航 迷糊中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庄民高兴地告诉他女儿还活着 见妻子执意要去找寻女儿 萧一航只好一同前往 庄民随后就联系了同事 帮忙查找到了刚才来电的位置 等夫妻俩赶到时 天色已渐晚 庄民在一个电话亭四处呼喊 直到萧一航提醒他回拨一下电话 他才反应过来 随着电话声音的响起 庄民喜出望外地看着丈夫 此时的萧一航还是半信半疑 认为妻子可能是近段时间工作太累产生了幻觉 劝他先回家等待消息 没想到庄民执意不肯离开 他认为女儿在这里打的电话 肯定就在附近 一定会再出现 不想再次错过与女儿团聚的庄民索性 就坐在地上守株待徒 萧一航执拗不过 陪着妻子一起等待 夫妻俩就这样坐在地上等了一夜 隔天早上庄民被后面的报刊听老板开门的声音惊醒 他赶忙上前询问有关女儿的消息 但可惜的是老板并没有看到 疲惫的笑意行只好先带着妻子回家补觉 不久后回到工作岗位的庄民在同事们的关心中讲了一句话 我一会儿要出去一趟 给蓬蓬买点东西 大家都用一样的眼神看着庄民 都以为他是因为工作辛苦与思念女儿讲的梦话 以至于劝他早点回家休息 你们怎么了 那这样吧 我现在就去买东西 马上赶回来 不用不用不用 别着急 庄姐 要不然我陪你去吧 你还是孩子呢 哪知道孩子笑什么呀 这名男子在只有嫌疑人头像的情况下 组织人手复印出了很多份后 就开始沿街一路派发 而此时的石大海正在一个老乡的出租屋内喝得鸣顶大醉 整天无所事事好吃懒做 还在幻想着上次差一点就到手的一百万 他的老乡随后在上班的时候看到了寻人启事 感觉画像上的人比较眼熟就多看了几眼 并且了肖一行委托人毛毛的注意 忍不住上前询问起来 毛毛见时机已经成熟 赶忙掏出了事先准备好的酬金 正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而另一边的石大海在梦中被尿给爹醒 起床去解决问题时刚好避开了正在找他的人 等毛毛找到出租房室扑了个空 他从未抽完的烟判断出此人非常可 殊不知石大海已在回出租房的路上 可能就是去毛厕了 要不我们在这儿躺会吧 石大海听到两人的谈话后撒腿就跑 毫不知情的毛毛只好在原地等待 结果是失望地回去给萧一航报信 我把石大海跟丢了 是我的失望 只要人还在东平就一定能找着他 那个老乡还说什么 他老乡说 几个月以前 石大海接了一摊美活 是一个女人雇佣她的 答应她在市场之后 给她不小一笔钱 把她乐得跟什么似的 一个女人 市场之后 什么事 不太清楚 据那位老乡交代 石大海的嘴很紧 曾经问过她很多次 狡猾的石大海就是不肯说出那个女人是什么来的 也不肯讲别人雇佣她到底要办什么事 因此萧一航认为只有尽快找到石大海才能解开这些谜团 只是她不知道的是 石大海侥幸逃走后就联系了正在上班的沈惠 还是死皮赖脸的讨要生活费 如果沈惠不给就要去她的公司搞事 我现在手头上没有那么多钱 你这钱从哪弄我不管 反正你欠我的钱你得给我 好吧 你在哪呢 我给你送去 你想这儿算计我是不是 没那么容易 你把钱放到家里 我自己去拿 我们这是个无奈 我是什么我自己知道 用不着你管 明天把钱放在家里 你走以后我去拿 石大海的做法让沈惠有些始料未及 以至于走路都在想着怎么对付她 异常的神态引起了原助理的注意 只是沈惠随后就约见了萧一帆 谎称是家里的门锁坏的需要更换 萧一帆爽快地答应了帮她解决 两人一起去买了一把新锁后 很快就完成了更换 看不出来呀 你这么凑凑来拉的一个人 干这儿还挺在行 小看人了吧 告诉你 我身上还有好多优点 没被拉起出来呢 不着急 以后日子还长着呢 只要你耐一下心来 就会发现 我身上的优点还是挺多的 我没嫌你什么呀 这位老奶奶提在手里的袋子 突然破裂 新鲜的水果散落 他正着急地在路上检取时 热心的萧一帆刚好路过 他立马靠边停车并帮助老奶奶检释水果 此时的他还不知道会因为自己的善意之举将获得一个大客户 大妈你看 都好着呢 没事 谢谢你小伙子 你真是一好新人 人心 不客气大妈 您住哪儿啊 我送您回去 谢谢你小伙子 我呀 是要去我儿子的店里 他们店就在那 萧一帆本着好人做到底的原则 直接把老奶奶送到了目的地 但在返回的时候被一个蛋糕所吸引 突然一下想到了曾经与侄女一起逛蛋糕店的情景 满满的回忆让萧一帆直勾勾的看了好久 当他回过神来正准备走时 被这家店的老板叫主 谢谢你 帮我妈把东西拿吧 没关系 我刚巧路过 顺少了 谢谢 随后老板发现了萧一帆的车上贴着网上物流的字样后 突然有了一个主意 他追上萧一帆 并把店里蛋糕的配送业务都交给了眼前这位非常有爱心的年轻人 这让刚刚脱离了哥哥公司的萧一帆欣喜若狂 那我们就签一个长期合作协议 以后我们店里蛋糕 全由你来送 怎么样 真的 我相信你 太好了 很快就有了手单声音 只是萧一帆不但送到是因为堵车迟到 而且连蛋糕融化了也不知道 让买家狠狠地训斥了一番 萧一帆只好就进去买了一个相似的蛋糕赔偿 就这样辛苦了一天回到家倒头就睡 以至于连女友审惠的电话都没有接到 隔天正要出车时 被审惠刚好堵住 他今天特意穿了一条漂亮的裙子陪着萧一帆一起去送蛋糕 还别出心裁地附上一张祝福的卡片 让买家满意的同时 也让萧一帆佩服 接着又是下一家 沈会哪怕是走楼梯也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遇到有小朋友过生日时 这对情侣还会爱心满满地一起唱生日歌并送上祝福 一天很快就这样充实地过完 沈会还没到家就已经睡着 萧一帆瞅准机会在她的脸上留下了爱的印记 沈会感觉到后并没有出声 而是默默地流泪 她不能肯定萧一帆知道真相后还是否会爱她 而眼下她还有一个更大的麻烦 贪婪的石大海已悄悄地来到了沈会的家门口 用早先准备的钥匙试了几遍后才知道对方已经换阻 石大海接着敲门也没有任何回应 气得直接用脚踹门 尝试着联系沈会时 却听到的是对方已经关机 这个女的在超市选完东西正准备买单时 一个小朋友突然冒出来拿走了她的钱包 等她反应过来时小朋友已经跑出了超市 庄明踩着恨天高一路追了上去 到了一处拐角后便已看不到小朋友的身影 庄明四处查看后 无奈地改变了寻找的方向 结果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一处街道上发现了正在偷窃的小朋友 庄明连忙把她拉到一旁 放开我 你叫什么 几岁了 你知道你刚才的行为是什么吗 那我只好把你送到派出所 让警察叔叔来问你了 阿姨 我不想见警察 小朋友这才老实地讲出了自己的姓名与年龄 接着庄明提出想送小朋友回家时 却只看到对方一个劲地在摇头 那你告诉阿姨 这是怎么回事 你为什么到这儿来 是不是跟爸爸妈妈走散了 那你知不知道偷东西是不对的 我饿 同情心泛滥的庄明只好先带着小朋友去吃饭 看着她狼吞虎咽的样子 庄明心生怜悯的同时也想多了解一下孩子的情况 但得到的回答却出乎她的意料 等你吃饱了 阿姨带你回家 我没有爸爸妈妈 我也没有家 你怎么会没有爸爸妈妈呀 阿姨问你是不是跟爸爸妈妈走散了 你不是点头了吗 我是跟爸爸妈妈走散了 已经很久了 我早就不知道她们是谁了 庄明承诺一定会帮小朋友找到她的亲生父母 没想到对方在感谢过后 提出还想吃一碗面条 好心的庄明眼看着现在所处的店没有面食 起身想让服务员到隔壁去买一碗过来 只是当她正在沟通的时候 小朋友抓住机会一溜烟跑没了影 等庄明发现时以为是一碗 不轻言放弃的她又在附近寻找 结果还真又发现了小朋友的踪迹 她赶忙跑着跟了上去 一路尾随着来到一处偏僻的民房 不知情的小朋友慌忙躲进了一间屋内 随后赶到的庄明仔细地观察后 悄悄地到屋后了解情况 庄明意识到这可能是个盗窃团伙 他果断选择了报警 就在屋内的人正在吃饭的时候 民警已经赶到 庄明也一起参与了抓捕行动 成功地端掉了一个盗窃团伙窝点 也解救了几名儿童 只是让人疑惑的是 其中那个偷了庄明钱包的孩子 对这样的解救相当地抗拒 民警没有办法只好把他抱上车带走 这夫妇二人呢 专门拐掉儿童 然后把他们选择成小偷 让他们到外面偷东西 这几个孩子都是这种情况 这两个人简直是丧心病狂 好好的孩子被他们拐了 还教唆他们走上犯罪的道路 这对社会的危害实在是太大了 那么这次呢 能够把他夫妇二人给绳之于法 给咱社会呢 出去一大害 所以我们特别的感谢你 您真帮了我们大忙了 这是我应该做的 为了帮他尽快地找到亲生父母 庄明可谓是煞费苦心 不但把小朋友安排到 他带头成立的走势儿童救助站里 而且还让同事把小朋友的资料发到网上 很快就有消息传来 你好 我看到网上的学生气势 你就是小人的孩子 很像我三年前失散的儿子 庄明高兴的同事更多的是期待 不久后便接待了孩子的亲生父母 当他们看到照片后 一眼便认出了就是自己失散了三年的儿子 夫妇俩激动的心情易于言表 但为了保险起见 庄明建议让他们先做一个亲子鉴定 随后就去看望了那个小朋友 虽然小朋友非常的不礼貌 但庄明并没有责怪他 而是用纸包住了小朋友刚刚吐出来的口香糖 然后与同事一起到相关部门去做了亲子鉴定 在报告出来以后 庄明亲手交给了这对夫妻 并祝贺他们找到了失散的孩子 夫妻俩喜极而泣 他们想马上见到孩子 但让人想不到的是 当庄明把孩子带到他们的面前时 却发生了一想不到的事 小朋友打量了一下眼前的这对夫妻后 就马上否定了他们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 哪怕是庄明告诉他已经用科学的方法证明了他们之间的关系 小朋友还是宣称他们彼此之间并不认识 夫妻俩着急的像热锅上的蚂蚁 只是无论他们怎么说 小朋友就是不承认有这样的父母 为此庄明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把一家三口带到了派出所的审讯室监听房 观看那对专门拐骗儿童的夫妻的审讯 随后这对夫妻便讲出了三年多前拐骗小朋友的情况 让民警诧异的同时 也让孩子的亲生父母痛心不已 天君 你都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 那两个坏蛋不是你的亲生父母 你都不需要怀疑 阿姨跟你说过 一个男子汉 要分得清好坏 如果做错了什么 就要有勇气改正 你的亲生父母就在你的面前 你想想 你现在应该做什么呀 天君 我的好孩子 妈妈总算找到那个 这个女的刚陪老板签完一单大生意后突然遇到了一个老同学 但对方见到她却是非常热情地叫着一个陌生的名字 马琳琳 孩子你没听见呀 我一看就是你 你认错人了吧 哎呀 我是杨天杰呀 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 我 我 我不认识你呀 马琳琳 别开玩笑了 行不行 从小学到中学 咱俩都是一个班的 我能认错了你 沈会赶忙尴尬地重申 对方是真的认错了人 萧一航莫名其妙地看着自己的员工 让沈会紧张的同时 也使那位路人以为是真的认错了人 沈会这才追上她的老板 认错人了吧 是 我也不认识她 没事 尝试 回去赶紧把计划做一下 哦 萧一航嘴上虽然没有追究 但她回到公司后 回想着刚才发生的事 愈发觉得蹊跷 因为在不久前 萧一航不顾沈会的反对 还是毅然决然地买下了一条船 只是刚刚完成签约仪式 得知消息的沈会才赶到现场 就这样本不该发生的事 已经成为了现实 没事 我们陪着 心感愧疚的沈会跑到父亲马平原的墓碑前祈求安慰 爸 船马上就要出海了 我想阻止 可我根本就阻止不了 当一件事情以我而起 我已经知道这件事是个漩涡 是个陷阱 而我就无力挽回的时候 我该怎么办 事情到了这个份上 沈会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但萧一航已经对他产生了怀疑 随即就让人事部送来了沈会的入职档案资料 看清楚了他大学就读的学校名称后 萧一航隔天就去那里找到了一位留校任教的老同学 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了 你刚刚跟我说 想看个学生的档案是吧 对 我弟弟萧一航 谈了个恋爱 也是这儿毕业的 是吗 你们兄弟俩根本需要可够有缘分的 是啊 别说我传统 结婚之前 我得把这姑娘的底细给摸清楚 要不然不放心 应该的 应该的 这做家长的 能不操卫心吗 走走走 咱们上 走 就这样萧一航在老同学的帮助下 成功地看到了沈会在学校的档案 但让萧一航惊讶的是 上面的照片与现在的沈会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 当他回到公司刚好撞见沈会时 萧一航又仔细地盯着看了许久 回想着学校档案上的资料与眼前的沈会对比 萧一航的眼神让对方开始紧张 在不知道对方的意图前 他决定先不打草惊蛇 装作没事人一样地走开 沈会在第二天上班的途中 萧一航驾车突然出现在他的身旁 沈会就这样在盛情南雀之下上了老板的车 萧一航在途中试探性地问了几个问题 萧一航听着沈会的回答也找不到破绽 随后就传见了毛毛 嘱咐他以后要紧盯沈会的一举一动 虽然两人的谈话被原助理的道来打断 但听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萧一航在毛毛走出办公室后 马上就联系了弟弟 让他请沈会晚上一起到家里来吃饭 嫂子 再来点小葱 来 够吗 到这吧 还挺香的 香吧 你好 你们到香味了吧 香草 小明 你过来去 我有两句话跟你说 在这说吧 妈什么喜喜的 大嫂 小总肯定是有什么西方话 不必让我听你 你很聪明 一会儿吃饭的时候 你问问沈会 看看他父母什么意见 能不能到我们家来一趟 这话我说不方便 对你出名 好 我来说 还是你这个当哥哥的 心爱的弟弟 等到笑意翻到齐后 庄敏便向沈会提出了几个疑问 沈会 你爸爸妈妈还在老家吗 对 接着庄敏提出 要与沈会的父母 坐下来好好谈谈 有关于笑意翻婚事的问题 把该定下来的事给完成 笑意翻一听高兴得不得了 沈会却显得若有所思 笑意行则趁热打铁地 提出了两家见面的时间 不好意思推脱的沈会 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 只是回到家里后 他对着父亲的一向难难自语 谁也不知道 沈会将会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 来跟笑意行懂 但隔天在上班的时候 笑意行还是没忍住问了个问题 请你父母来吃饭的事安排了吗 早就安排好了 他们坐周末的车过来 告诉我车次 我可以安排人接他们 不用不用不用 我跟一番去接就好了 笑意行见沈会这么执着 也就没有再多说什么 然而当笑意翻在沈会的提醒下 接到未来的岳父岳母时 此时他还不知道眼前的两人 都是女友花钱请来的演员 以至于是毕恭毕敬地 把人带到了哥哥的家里 两家人客套地问候过后 开始相互了解 这个沈会所谓的父亲神情紧张 不敢与笑意行对视 好像生怕对方看出扩展 直到吃饭的时候 这个沈会所谓的母亲 讲了很多关于女儿小时候的事情 才让尴尬的气氛有所缓解 但过于陈旧的往事 让笑意行产生了怀疑 伯母记性好 二十多年前的事还记那么清 可不是吗 我们啊就这么一个女儿 什么事情啊 不得不说沈会请的这两个人还挺专业 随机应变的能力并没有让现场的气氛凝固 两家人会面结束后 萧一番将女友一家送到位后离开 沈会所请的两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随后便开始炫耀他们今天的演技 让沈会佩服的同时 他要两位隔天再配合到公司演一次 当消息传到萧一行的耳朵里时 立马亲自去迎接 并将他们安排到了办公室喝茶 只是让人想不到的是 沈会所谓的父亲突然间讲出了一句让人匪夷所思的话 其实我们家沈会啊 根本就没有什么正式的大学文凭 以后和萧总就是一家人了 还能总盘着 可不是吗 很快就要成一家人 其实萧总都知道了 好方断 那咱们走吧 走走走 那我就不留二位 那是一番知不知道二位今天就走 一番知道 知道知道知道 不好意思 他今天要送货 那我替他送走二位 哎呦 不用不用 打个车呀 哈哈哈 就是就是 那我就失礼了 哈哈哈 哎 请请留步 能不能一起合个眼留个镜 不介意吧 哈哈哈 哈哈哈 有没有 哦 好了 哈哈哈 好 好 谢谢谢谢 谢谢 好 来 请 这位小事工正跪在地上擦地板时 房主却在一旁喋喋不休地刁难 小事工不但一声都没有啃过 而且还老老实实地把地板擦了一遍又一遍 直到房主满意地走开 向警方才敢直起身子稍微休息一下 也许有人会认为他这么做不值得 但向警方也是迫于无奈 因为他下了班还要照顾彭彭 只是仅靠着他偶尔出去做个小事工所赚的钱 两个人的生活显得捉襟见肘 以至于在房东上门收房租时 向警方只有支支吾吾的祈求宽限些日子 但今天房东给他下达了最后的通知 只答应再给他两天时间交期房租 否则就要租给别人 无奈的向警方不想看到彭彭将来跟他流露街头 突然有了要把孩子送回父母身旁的念头 以前是因为向警方害怕见到沈惠才没敢这么做 现在到了这个地步 他决定去彭彭家里打探一下情况 但他不知道的是 此时的沈惠已经被萧一行盯上 把与沈惠一家三口合影的照片打印出来后 就让毛孬带着去他们的老家调查三人的底细 很快便有了消息 这个结果显然让萧一行有些惊讶 不久后又收到了一个消息 毛毛查到沈惠上次居然是把钱回到了一家疗养院 萧一行随后就前往了解情况 等他知道真相后 立即回家通知萧一番邀约沈惠再次来家里吃饭 那天萧一行亲自下厨给了妻子一个惊喜 但他们夫妻俩万万想不到的是 向警方正带着彭彭已出现在家附近 只是在导演的安排下 向警方脑洞大开 彭彭你现在就要待着 阿姨去家里边 看你妈妈待不待家 你妈要是在家呢 阿姨就带你回去 你回去向你妈妈一大挑 咱们转迷藏的游戏就算结束了 好不好 好吧 小阿姨快点回来 彭彭你要乖乖的 千万不干乱跑 知道吗 等阿姨回来 彭彭最乖了 彭彭要等下就回来 好乖乖的 来彭彭 现在来藏一下 等阿姨回来 乖乖的 可怜的彭彭只好一个人 蹲在地上玩耍 而向警方还没有走到目的地时 就看到了前来敷验的沈慧 他赶紧躲到一旁观察 确定了来人 就是那天晚上他看到的人后 向警方紧张的心 都要提到嗓子眼 随着沈慧到达了 萧义航家门口 向警方悄悄地跟了上去 但看到庄敏居然热情地 接待了沈慧 不知所措地 向警方赶紧带着彭彭走开 与此同时 萧义航正在家里 盯着品尝他厨艺的沈慧 待时机成熟 他突然向沈慧提出了一个问题 父母到家了吗 嗯 早到了 他们还好吗 都挺好的 他们还让我感谢您呢 感谢我干什么 我又没付他们 临时演员的工资 萧义航见大家都用疑惑的眼神 看着他 起身从房内推出来一个人 他看到后发疯似的跑过去抓住轮椅 神情慌张的样子 把老板一家都看蒙圈 都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萧义航希望沈慧自己解释清楚 在庄敏与萧一番的惊恶下 沈慧才讲出了轮椅上女人的身份 是我妈 你妈 那 前两天的两位是 萧总说的没错 她不是我亲的临时演员 沈慧 你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呀 我不怕 你怕什么 接着沈慧讲出她的父亲很早以前就抛弃了他们娘俩 她的母亲就是因为想不通才患上了这个病 沈慧从小就开始照顾母亲 并表示这辈子都不会嫌弃她 但这么多年过来 她却不能阻止别人的嫌弃 因此沈慧讲出她就是怕萧家人也会对她的母亲有看法 从而不肯接受她 虽然她现在知道错了 但依然害怕失去萧家的人 接着沈慧当着大家的面跪着向她的母亲道歉 萧一番一听立马想上去浮起来被她的哥哥叫住 庄敏也想伸手时同样被萧一行阻止 因为在沈慧的身上看到了太多的假象 从学历到父母都是假的 那么她让人看到的到底什么才是真的呢 我每一番的感情是真的 哥 沈慧已经很可怜了 你别再伤害她 我无异于伤害她 事实上 受伤害的是我们 沈慧很有可能将来会成为我们家的一员 在这个之前 我希望弄清楚她真实的情况 不可以吗 你都别说了 你和沈慧带沈妈妈回去吧 随着萧一番毫不犹豫地带着沈慧及她的母亲离开 萧一行夫妻开始了彼此间信任的争执 庄敏可能被善良蒙蔽了双眼 但萧一行认为沈慧这件事不容小觑 现在只是没有足够的证据 不过她相信很快就可以看到真相 此刻的庄敏还不知道的是 萧一行早就悄悄地委托人在调查沈慧 只是这次他们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沈慧的母亲虽然是几个月前从外地的疗养院转过来的 但她以前的病例和档案都已经消失不见 人为了掩盖什么而特意的隐藏了 现在只能是沈慧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从外地转来的 从哪儿 平川 萧一行听到这个地名突然想到了马平原 她想知道沈慧与马平原有没有血缘关系 毛毛建议进行亲子鉴定 萧一行回忆起之前教训马平原时的画面 死人的我有 活人的交给我 就这样两人开始了分开行动 另一边的萧一番已经驾车把沈慧的母亲送回了疗养院 他们俩决定以后轮流值班来照顾老人家 而有了一次失败经历的向警方 为了保护蓬蓬特意给她买了一副眼镜 她准备再次去找庄民坦白一切 随后先把孩子送到了一家收容所 并嘱咐了蓬蓬一些话 蓬蓬 咱们好不容易从大水大浪里活过木来的 千万不能撕在大灰浪里树里 蓬蓬 你一定要记住了 不管是谁 他要是问你你叫撒名字 你家住在那儿 你都说不知道 你千万不能说 除了香阿姨 你不能让别人知道你爸死谁 你妈死谁 不然坏人就来嗨你了 你就再也见不到你妈了 你知道吗 蓬蓬 你先到那儿逮着 香阿姨 很快就来见你 看着孩子走进了收容所 向警方才放心地走开 但可惜的是 他这一去就成为了永烈 向警方 你在哪儿啊 蓬蓬呢 我和蓬蓬被几个开拓船里好情人揪了 咱们走好 那你在哪儿啊 你快告诉我 姐 你先不要急 你挺恶手 我有事情要告诉你 很重要的 我不能在电话里跟你说 我想和你见个面 行那我们就见面说 你告诉我 你现在在哪儿 我马上就过去 我现在不行 大悲天理 太危险了 随后两人约定好了见面的时间与地点 好 那就这样 你一定等我啊 不见不散 庄敏激动地把这个事与丈夫分享 整个笑一行 还以为妻子又是在幻想 不过结果 还是夫妻俩一起到达了与向警方约定的地方 细心地庄敏下车后 让丈夫把车挪到了附近 在他们着急的等待中 向警方紧张地出现在镜头里 当他看到庄敏后非常激动 正要上前打招呼时 却出现了意外 随着肇事车辆的逃逸 他已躺在地上没有了动静 可怜的向警方就这样结束了他悲惨的一生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迟迟没有见到向警方出现的 肖一行只好下车去劝妻子回家 只是当他们在掉头回家的路上 刚好经过向警方出车祸的现场 但由于有相关部门正在现场处理 加上他人的围观 让肖一行夫妇与向警方擦肩而过 回到家的庄敏非常失落 以至于走路都是有气无力 而此时的沈会刚好到达了男友的住处 刚把东西放进冰箱 就听到了肖一番的电脑收到信息的声音 好奇的沈会忍不住坐下来查看 沈会紧张的脑子飞快地转了九九八十一圈后 果断地点下了删除键 等他刚刚把剩余的痕迹抹除 被肖一番回家扔钥匙的声音惊吓到 这对夫妻今天特意来辨认一具无名女士 庄敏在揭开白布前害怕地转过头去 直到死者露出了上半截身体 肖一行上前一步仔细地观察后 确认了就是他们家以前的保姆向警方 庄敏这才缓缓地转过身来 看着眼前这个技术 如希又冰冷了面孔 夫妻俩才知道了那天晚上 向警方没有出现的真正原因 同时也可以确定他们的女儿肯定还活着 而夫妻俩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 是因为庄敏在上班的时候 眼见着他的同事小梦无精打采地从外面回来 作为栏目祖一姐的庄敏便上前询问原因 接着小梦把交通部发来的照片放在了桌子上 庄敏拿起来一看就惊呆了 因为照片中的人正是拐走他女儿的向警方 脸色铁青的庄敏引起了其他同事的注意 就这样庄敏随后就与丈夫一起去到相关单位 接下来就发生了开头一幕 等确定了女尸就是向警方后 夫妻俩郁郁寡欢地回到家里 现在正是考验他们耐心的时候 庆幸的是彭彭还活着 这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接连几次都是一家三口只差一步就可以团聚 此时的庄敏对女儿的安危感到万分担忧 萧一行推断一定是向警方把彭彭给藏了起来 其目的就是为了躲开十大海 虽然向警方在彭彭失踪的这件事上有参与 但后来由于良心发现知道错了后 就想用行动来弥补自己的过失 庄敏也同意丈夫的看法 只是他们是从派出所提供的视频里 明明看着向警方与彭彭一起掉进了河中 结果居然能够死里逃生 萧一行佩服妻子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想法 庄敏被丈夫对他事业的理解而感动 但眼下还是要尽快找到女儿 为此萧一行电话通知了正在调查审会的毛毛 让他暂时放下手中所有的事 想尽一切办法尽快找到彭彭 另一边的庄敏也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把女儿的照片打印出来 送到了自己创办的走势儿童收容所 希望能尽快得到女儿的消息 只是他万万想不到的事 此时的彭彭正在他其中的一家收容所里看书 老师见他比较孤僻还特意进行了关心 你叫什么名字啊 你知道你爸爸妈妈的名字吗 你知道自己家住在哪吗 知不知道爸爸妈妈在哪上班 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你说你这孩子送了好几天了 跟你什么都不说 到底是萌还是啥啊 那个小姐姐由于刚到家就听到了电话声音 门都来不及关就去接听 结果是给了一个坏人可乘之机 当他接听完电话就被身后的关门声下了一条 才发现来的人正是可恶的石大海 沈会见这回一躲不过去 只好拿出了自己全部的积蓄 但石大海以为这是对方的缓兵之计 等他前脚出去 沈会就会电话挂尸 到时候什么也捞不着 因此石大海提出一定要现金 沈会答应了他的要求的同事 并希望他快些离开 因为刚才来电话的萧一番马上就要上岸 石大海看着沈会着急的样子反而更加得警 接着他警告对方这次不许耍赖 否则以后就会隔三差五的来搅和 随着石大海的离开 沈会立马上前把门关上 此时的他还不知道自己今天的这个决定 将会带来多么可怕的噩梦 正当他惊魂未定地依靠在门上喘口气时 被家里的门铃声惊出一身冷汗 得知来人是萧一番后 这才缓过神来开门迎接男友 只是这次的萧一番终于鼓足勇气向沈会表白 同时提出无论海枯石烂天崩地裂 也要把沈会取回家 但他们俩的婚事萧一行并不赞同 就在萧一番来沈会家里前 他先到了哥的家里并宣布了一个重磅消息 我打算和沈会结婚 庄敏倒是支持他的决定 但萧一行立马关掉电视 立本正经地向弟弟投出了反对票 为什么要你同意 因为我是你哥 我这是为你好 你们俩才认识多长时间 你了解他吗 这么匆忙就要结婚 你说 你说我怎么说你 哥你什么也不用说了 我今天到这来告诉你们两个 就是因为你们俩是我哥我嫂 我唯一的亲人 这事情我已经决定了 谁也改变不了 萧一行也没想到弟弟是这么的不安事实 两兄弟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结果是弄得不欢而散 随后萧一番就跑到沈会那里寻找安慰 并向他表白 隔天又给女友送了树仙花 把沈会感动得稀里哗啦 怎么了你哭什么呀 咱们还去结婚了 还哭什么呀 萧一番听后答应沈会现在就去求哥哥的同意 不管有多难 他都要去试试 直到哥哥接受沈会 而另一边的庄敏下班回到家中后 就把丈夫叫到身旁劝解他同意萧一番与沈会的婚事 当夫妻俩正各执一词的争论时 萧一番刚好到来并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如果沈会和一番结婚了 你看见了啊 沈会的妈妈是有精神病的 这种精神病是否会隔代遗传 结了婚生了孩子 如果遗传给孩子了 这种情况发生以后 责任由谁来负 要是有遗传 我和沈会就不要孩子 要是沈会疯了 我就伺候他一辈子 一番 你哥也是好意吗 哥 嫂子 你们别再为我费心了 沈会的母亲是疯了 可这和沈会有什么关系 这不是他的错 他一直辛辛苦苦地照顾他母亲 那么孝顺 善良 和嫂子你一样啊 你这什么逻辑都是 这都是你的主观想象 他跟你嫂子能是一回事吗 这都不是你该问的事 我让你怎么做你怎么做 快快快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一个在商场上 打拼了多年的人这么激动呢 还得从不久前说起 萧一番为了与沈会结婚 刻意去请求哥哥 萧一行的同意 结果是两兄弟 又狠狠地吵了一架 随着萧一番的甩门而去 庄敏作为中间人追上了他 一番 你哥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啊 干嘛要闹成这样 都是兄弟 我这回来本来 希望和哥哥和解的 我还是希望他同意 我和沈会的婚事 可现在不需要 我不需要这样的家长 谢谢嫂子 庄敏眼见着萧一番这么执着 他决定做一回好人 特意邀约了沈会 并开门见山地问了他一个问题 你爱一番吗 那你愿嫁给他吗 我爱一番 我愿意嫁给他 不管发生什么事 这个决定都不会改变的 得到答案的 庄敏会心一笑 同时也相信 沈会的话是真心的 现在的问题是 萧一番是个性很强的人 他所有的事情都不愿意别人替他做主 但是今天 庄敏想替萧一番做一次主 随后便从包里拿出来一只珍藏的手镯 放到沈会的面前 沈会被庄敏的举动感动得两眼泛花 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好 但他保证一定会好好地去珍惜 有了庄敏的肯定与鼓励 沈会的心情大好 隔天再去见萧一番前特意去做了一个发型 只是当他满意地走出那家店后 有一个人就悄悄地走了进去 没多久后 萧一行在办公室收到了几根沈会的头发 他抽出时间去到了相关单位做亲子鉴定 其中的对象分别是沈会的头发 以及带有马平原血字的沙发巾 好 麻烦你把这个表填一下 随着萧一行把登记做完 不久后就收到了消息 喂 是萧一行吗 是我 萧一行赶忙放下手中的工作 带着凭证去到相关部门去拿报告 他打开后看不懂就去向工作人员请教 这是被鉴定兑现 是一对妇女 这个结果对于萧一行来说 犹如晴天霹雳 他带着报告回到公司后 回想着沈会为了让他买船而讲的每一句话 萧一行头疼欲裂 才知道自己是一步步的落入了别人设下的圈套 他赶紧联系了援助人 小林妈 是我 萧一行 你通知安船长让他不要出海了 萧总 船已经出海了 已经出海了 你让他回来 萧总 你船已经出海了 如果现在回来是我们违约 不要再跟我谈什么违约 你让他赶紧返航 你这样让他在最近的港口那给我靠安 萧总 到底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为什么要传回来 这都不是你该问的事 我让你什么做 你什么做 快快快 好了 我尽力 原本沈会有了男友家的船家手中后非常开心 以至于还会在马路边开心的傻笑 当与萧一番约会时 沈会还会拿出来嘚瑟 哪来的 大嫂给我的 嫂子给你的 你知道这镯子的来历吗 我哪知道 这镯子有一对 是你母亲留下来的 是他老人家 留给他两个儿媳妇的 萧一番认为这是嫂子代表他的母亲接受了沈会 接下来要求女友听他一个安排 你要安排什么 这镯子我是看了 可还有一个人没看呢 谁 你母亲 沈会没有反对 随后就带着萧一番来到母亲的病房 只是萧一番在给沈会的母亲打招呼时 得到的回应只有三个字 放开她 您说放开谁 放开她 你母亲说的是谁 据沈会所说 他母亲经常把这三个字挂在嘴边 除了引起了萧一番的同情之外 更对沈会这一路走来的不义产生了怜悯 随后萧一番当着沈母的面向女友求婚 并且强调今天一定要得到沈会的答复 结果在沈母傻傻的注视下 沈会点头答应了男友的请求 当萧一番情不自禁地拥抱沈会的时候 又听到耳边传来了三个字 两人只好停下腻歪的举动 齐刷刷地看着眼前这位可怜的老人 萧一番就这样与沈会度过了美好的一天 等把女友送回家时已经到了晚上 萧一番在临走时提出了一个要求 明天咱把结婚手续办了吧 明天 对啊明天 要是现在能办我现在就去办了 你真是个大男孩 那你就同意大男孩的请求呗 请过 好吧我的大男孩 原以为两人就会这样结束今天的故事 没想到萧一番刚踏出女友家的门口 就双手搭在沈会的肩膀上含情默默地说出了一个想法 明天我们就要登记结婚了 我今晚能留下来吗 明天我们就是合法夫妻了 给我留下今天这最后一个晚上 好吗 不光是今晚 我这辈子都会永远尊重你的意愿 沈会听到这样的回答后 脸上开心地笑成了灿烂的鲜花 此时的她还不知道今晚的噩梦已悄悄来临 正当萧一番锁成的电梯关上门的那一刻 躲在暗处的石大海瞅准机会 直接溜进了沈会的家中 沈会发现后紧追了进去 石大海就像到了自己家里一样坐到沙发上 并摆出了一副让人厌恶的姿势 你甜蜜啊 明天领证 啥时候请我喝喜酒啊 你给我抽去 我钱呢 你不说今天给我拿钱吗 沈会谎称今天没有时间去 让对方明天再来拿 没想到石大海这次根本就不吃这一套 起身恶狠狠地盯着沈会 我告诉你 从今天起 我再不让你当了 你不就是要钱吗 我既然答应给你 就一定能给你 呸 你还想骗我 你今天说给我钱 当不够钱呢 我让你明白 啥是要爷们 我 醒醒 醒醒 谁我拿不着 我要你的人 这名男子刚刚侵犯了一个女孩后 又有了一个肮脏的想法 他先是鬼鬼祟祟地围着一栋别墅观察了一番 然后制造一响吸引了房子女主人庄敏的注意 他寻声观察了一遍并没有发现异常情况回到屋内时 一个名叫石大海的男子趁机从正门闯了进来 听到动静的庄敏连忙上前与石大海撞个阵阵 庄敏这才反映过来眼前的人正是拐走蓬蓬的石大海 庄敏答应了对方要求的同时 更着急地想知道到底是谁指使拐走了女孩 但想不到石大海不但张口就要好处 而且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吃起了水果 让庄敏也一时拿不定主意 另一边的肖一航到达公司后 本想去找沈会当面对峙于马平原的事 结果是已经找不到人了 肖一航尝试着去联系 但他不知道的是 此时遭受过侵犯的沈会心如死灰 根本无暇接听电话 让肖一航迟迟得不到回应的同时 沈会突然有了一个可怕的想法 他起身静止走进了厨房 拧开了煤气阀门后就关上门坐在了地上 与此同时 庄敏已经从石大海的口中得知了 沈会就是拐走蓬蓬的幕后主使 他立刻约见了肖一凡 想知道怎样尽快地找到沈会 你要找沈会 我有急事 要问他 可我打电话他怎么都不接 你可能他没听见吧 我们俩约好 要不这样吧 你有什么事 一会我见了他 我帮你问 不行 我要当面问他 他家在哪啊 小子你是怎么了 你快告诉我他家在哪里 我马上去找他 随后 笑一番讲出了沈会家的地址后想陪着嫂子一块去 被庄敏一想单独见面唯有拒绝 还好结果是 笑一番信任地把沈会家的钥匙给到了嫂子手里 当庄敏来到目的地时 并没有发现沈会 他尝试着寻找与呼喊也没有人回应 突然发现了厨房玻璃门处的异常 庄敏敲门的同事闻到了一股浓烈的煤气味 立感到大事不妙的他赶忙用力推开门 发现了已经昏迷的沈会 庄敏赶紧关上了煤气阀门 用尽九牛二虎之力把沈会拖出了厨房 立刻打开窗户通风后 庄敏拨打了急救中心的电话 正当笑一番走进婚姻登记所去等待女友的到来时 殊不知沈会已经送到了医院抢救 庄敏在着急的等待中终于迎来了好消息 你是病人家属吗 啊 他情况怎么样啊 幸会发现了及时 再晚十几分钟就没救了 谢谢大夫 病人现在还在昏迷中 你不能离开 请跟我来一下 随后医生告诉了庄敏一个悲惨的事实 你知道病人为什么会自杀吗 自杀 他想自杀 从煤气的排出量和病人的吸入量上分析 他是有意识地大量吸吸煤气造成中毒 这就是说 病人 是想自杀 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去找他的时候 煤气阀开着 你去找他之前 他那里发生了什么情况 你了解吗 病人刚刚遭到过性侵犯 这个刚刚从鬼门关抢救回来的女孩 醒来后的头件事居然是走向病房的阳台 发现门打不开后就想从窗户跳出做傻事 幸亏庄敏及时赶到 才阻止了悲剧的发生 沈会这才冷静下来并缓缓地躺倒在病床上痛哭起来 随后在赶来的护士的帮助下 沈会才恢复了平静 另一边的笑一番在婚姻登记处等了好久也不见女友的出现 在着急地拨打了几次电话依旧没有人接听后 笑一番开车直奔沈会工作的办公室 但得到的消息是女友不仅一天都没有来上班 而且也没有请假 正当笑一番沮丧地想离开时 刚好遇到了也在找沈会的哥哥 此时的笑一番还不知道哥哥为什么会这么说 为了弄清楚沈会突然消失的原因 笑一行把弟弟带回了家中 直到庄敏的归来 疲倦的样子引起了丈夫的注意 小子 沈会不见了 我哪都找不到他 给他打电话发信息他都不接 今天打算和他去领证的 这算怎么回事 笑一行听后看到妻子紧张的样子起了疑心 你知道他去哪了吗 庄敏并没有回答 只是摇头示意后就回房休息 不寻常的举动让肖一行更加的怀疑妻子知道沈会的下谋 立即上楼想证实他的想法 但无论他怎么问 庄敏只给出了一句话回应 我想 做人应该遵守承诺 这么说是他不让你说 那明天你跟一番解释 我想有一天 让沈会自己跟一番解释吧 你们都在搞什么 虽然庄敏已经知道了沈会就是女儿丢失的幕后主使 但隔天还是跑到医院去探望沈会 并安慰他要坚强地早点走出阴影 只是当他提及笑一番时 沈会就表现得很激动 别跟我提他的名字 就算我不提 他的名字也刻在你心里的路上 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 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救你了 庄敏只好尊重沈会的医院 就在他提起包响走出病房时 沈会突然向他发出了请求 希望能够帮忙找来一支录音笔 他要把想说的话都录起来 然后让庄敏转交给萧一番 善良的庄敏答应了沈会的请求 随后发现了一个值班的护士正好佩戴着MP3 等他说明了想法让对方帮忙买一个同样的产品时 这名好心的护士把自己的借给了庄敏 当沈会拿到想要的东西后 就开始录制自己要与萧一番讲的话 只是让人万万想不到的事 沈会这样的做法居然是在给男友告别 等他含着热泪讲完了想说的话 便起床再次走向了阳台 李愿为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只好采取了特别的措施 加上庄敏的安慰下 这个叫沈会的女人才慢慢恢复了平静 有过相同遭遇的庄敏决定好好开导一下沈会 只是在把医护人员请出门后 沈会就开始恳求庄敏成全她的想法 因为她觉得心里的难受没人能懂 这种感觉是不能用言语来形容的 也没有人能帮得了她 庄敏不忍看到眼前可怜的姑娘颓废下去 鼓足勇气讲出了她17岁时的悲惨经历 以及如何克服心理障碍走出困境的故事 但当庄敏讲完后沈会却并不相信 认为没有人能走出这样的阴影 庄敏的话深深地感动了沈会 暂时放下了轻声的念头 但她想不到的是 庄敏在沈会睡着后就来到了萧一帆的住处 庄敏见沈会担心憔悴的样子 决定把沈会现在的位置说出来 但在此之前还要问萧一帆一个问题 有了萧一帆肯定的答复 庄敏把沈会锁在医院的地址都一一坦白 着急的萧一帆随后就赶到了女友的病房 沈会 沈会 你怎么了 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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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会你干什么呀 萧一帆见沈会不愿意把头露出来面对她 一个劲地问着到底是为什么 沈会在男友的逼问下突然坐起身来提出分手 这不是你呀 沈会 沈会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 我都不会离开你 就算你得了绝症 我也会和你在一起 我没得了绝症 从你得了绝症 我还有一些 我被人枪断了 萧一帆瞪大着双眼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接着沈会摘下手镯要退还这件信物 萧一帆无法接受这种突如其来的变故 回到家里除了已久买醉之外 又通知了正在公司上班的哥哥来见他 等兄弟俩见面后 醉醺醺的萧一帆讲出了沈会的遭遇 萧一行对这个事情并不惊讶 以他目前掌握的沈会的资料 还有一堆的疑问需要证实 事情已经这样了 你这公司那样屁事就别再烦他了 我光是公司的事 还有什么事 我问完了一转告 哥 我不许你打扰沈会 你喝多了我不愿意再跟你多谈了 但是你要记住 沈会绝不是你认识和想象的那个人 他身上有一张画皮 知道吗 等那张画皮扒开里边到底藏的是什么东西 恐怕你 看都不敢 这位老板正想出门去公司时 突然听到家里的电话声音又折返了回去 只是让他怎么也想不到的是 这次他的公司遭遇了灭顶之灾 才没重逢 一个小时前他纯了 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 让萧一行也难以置信 等他赶到公司时 被得知了消息的高学成堵住后 接着就是一顿嘲讽 高学成的脸上乐开了花 虽然萧一行在与高学成的交手中气质拿捏得好 但现实是非常的残酷 公司的部分员工已经开始有了另谋打算的想法 以至于上班时间都在议论纷纷 萧一行发现后让他们赶紧先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 这才暂时稳定住了局面 但到达办公室的萧一行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原助理的到来给他提了一个信 华峰今天一早就把律师汉发过来 要求我们尽快买时间 讨论悲场问题 随后萧一行让原助理通知律师 马上到办公室来商讨方案 只是在他们仔细地研究过后 得出了一个不好的结论 现在我们要做好最坏的准备 我们的货和船不是都上了保险吗 理论上是没错 我们的船和货是上了保险的 可事故原因还没有调查清楚 在彻底调查清楚之前 按照我们与华峰公司的合同 现在我们必须赔付华峰公司的全部货款 和华峰公司给购货房子合同委员金 陈会计公司现在的账上够赔吗 对方索赔的数额是我们全部资产的十倍 原助理听到后已经开始了语无伦次 好在萧一行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 在他眼里最坏的结果莫过于从头再来 原助理讲的也有道理 因此萧一行嘱咐律师要给他多争取一些时间 萧一行做完这些决定后长输一口气 等他一个人在办公室静一静的时候 突然想去找沈会算总账 于是便想从萧一番的口中得到想要的消息 萧一行听到后果断地挂断了电话 急忙赶回家向庄民索要沈会的位置 庄民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他慌张地向屋外走去 并来到了沈会的病房 沈会这次毫不避讳承认了是他所为 并表示对于以前发生过的事情 只能说声道歉 庄民想知道他这么做的原因 接着沈会回忆其与父亲马平原在一起的欢乐时光 以及怎样给萧家设下的圈套 每一步都是经过了他的精心策划 让庄民重新认识了眼前这个嘴角有致的心经 此时的沈会头痛欲裂 被复仇之心冲昏了头脑的他 只知道是萧一航害死了他的父亲 他才不能不视而不见 尽管庄民已经讲得够清楚了 但沈会还是不相信这样的事实 他还认为庄民这样欺骗他 只不过是为了给萧一航开拓 并表示不允许任何人污蔑他的父亲马平原 这事说出来确实很难让相信 可他确实是真的 你砸我 你们都是骗子 一定是最大的骗子 你骗我 骗我 只是他不知道的是 男友萧一番此刻正躺在家里 回忆着与女友曾经说过的话 想到这里的萧一番 突然间坐了起来并大声地喊道 随后当萧一番赶到医院时 发现女友已不见了踪影 他连忙向护士打听 他刚刚还在呀 去哪了 萧一番预感到了危险 赶忙向着医院外面去寻找 殊不知沈会在导演的安排下 顺利来到了大街上 脖子上还挂着那只护士的录音设备 等他回到了家里 沈会打开电脑并连接了录音设备 随后试听了一下要与萧一番说的话后 沈会果断地按下了发送按键 只是在萧一番听到这段录音前 他找不到沈会就想去找哥哥 萧一行商量对策 原本想像往常一样用钥匙开门进去 但这次萧一番尝试了几次 都没能把门锁打开 他只好按响了门铃 出来迎接他的却是一副陌生的面孔 萧一番就这样被人给轰了出来 不知所以的他跑到哥哥的公司 去了解情况 却看到的是一片狼藉的景象 办公室的走廊俨然成了垃圾场一样 直到遇到了原助理 萧一番着急地上前询问 萧一番听到这样的消息后 迫切地想知道这一切到底是谁在害的哥哥 随后就根据原助理提供的地址 找到了萧一行的临时住处 萧一番不明白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 更搞不懂这到底为了什么 萧一行指责弟弟以前总把他的话当成耳边风 事情到了这一步 再去追究为什么已经没有了意义 萧一行提醒弟弟不要犯糊涂 但萧一番没办法接受眼前所发生的一切 你现在能做的就是忘掉这个人 把你的脑子疼干净 去做你该做的事 哥 我做不到 随后萧一行站起身来鼓励弟弟一定可以做得到 并希望萧一番现在就去公司 帮助原助理守住公司 要做一个有用的事 别乱干了 还得取你 萧一番 你来了 你怎么找到这的 原助理告诉我 萧一番 你是不是还想找个小朋友 我跟你说的全是废话 一行你就少说两句吧 一番心里够难受的了 一番 你以后也别老一个人待着 常过来坐坐 这就是你的家 这一群高管做梦都想不到 把他们重新召回公司上班的人 居然是老板的弟弟 大家好 大家都对眼前发生的事面面相许 随后萧一番召开了一次拯救公司的启动大会 萧一番的发言收到了现场所有人的鼓励 给了他足够的信心 只是以他目前的实力 要想让公司恢复往日的风采 还需要不断地学习 萧一番为此特意向原助理请教 关于公司经营方面的问题 接着原助理向萧一番表示感谢 感谢他又给了公司一个萧组 让他们重新看到了希望 正当一切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时 得到消息的高学成又坐不住了 他特意把萧一番请到了公司 接着高学成提出想要与萧一番合作 避起坐网上误留 却遭到了拒绝 高学成很想知道原因 高学成看着萧一番潇洒的离开也无可奈何 只是更让他想不到的是 萧一番随后就去约见了哥哥之前的一个生意伙伴蔡总 萧一番感谢对方急言的同时表示一定会把蔡总的话转达给萧一行 只是现在萧一行在处理事故 料理善后 所以公司这边暂时由萧一番撑着 他希望这个时候蔡总能伸出援助之手帮他一把 自从萧一番说出了他的想法 并拿出了具体的方案 但他拿不出什么来抵押 目前只有他与网站签署的未来协议 不用不用 那些都用不着 可我现在没有可以抵押的东西 这东西 你哥哥萧一行有 远行有 我想你也应该有 是什么 诚信 有这两个字就足够了 什么都不用说了 拿上你的方案到公司去 咱们说办就办 就这样通过萧一番的一系列操作 让哥哥的物流公司又重新开始营业 不安于现状的他接着又约见了一个购物网站的负责人 并通过交流提出了合作一想 萧总果然是爽坏人 我知道你的风火轮在网上有着非常良好的信誉 远行更是本地货运业的老大 我相信你 相信我们的合作会给新一天带来更好的发展 我也相信 这次握手一定能创造出更好的未来 这个小女孩不但不喜欢与其他小朋友一起玩耍 而且遇到有陌生人靠近时 她就会毫不犹豫地躲开 不寻常的举动引起了一个名叫沈慧的注意 而她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 是因为在不久前 沈慧去疗养院看望她的母亲时 突然听到一句话 你放开她 放开她 沈慧立马上前询问母亲到底是要放开谁 沈慧瞪着双眼想到了庄敏之前在医院跟她所说的话 沈慧这才相信了庄敏所说的话都是真的 也确定了自己父亲的为人 她气愤地跑到父亲的墓碑前 看着曾经在心中有着美好印象的照片说 沈慧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波澜而潸然泪下 想着自己居然还一直都在为这样的父亲报仇 她发出了歇斯底的愤怒 把父亲墓碑前的鲜花摔得吸水 同时也想对自己所犯下的错进行弥补 她思来想去终于想到了一个人 沈慧赶忙回到家里 在网上对向警方的车祸报道进行认真的分析 确定了哪家医院进行的抢救后 沈慧立刻以死者远房亲戚的身份 到医院打听向警方在临去世前的遗验 那你怎么现在才白啊 死者在我们这里停了好些日子了 公安部门一直在寻找死者家属 我也是上网看到公安部门的寻人启事才知道的 请听见料 有了这些线索的沈慧再次在网上用西大两个子进行搜索 结果还真找到了一条相关的线索 他立马用笔记录下来 随后就到当地名为西大街的地方前去寻找 但在街上经过长时间的搜索也一无所获 他沮丧地回到家 思考着下一步的行动时 突然想到了与男友曾经在儿童收容所做义工的画面 要是彭彭能在这种地方那就太好了 沈慧随即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在电脑上输入了几个字 还真看到了一个名为西大陆儿童收容所的地址 有了这个重要线索的沈慧 不久后便买了一些慰问品找到了目的地 接待他的老师对他的善句表示感谢后 沈慧提出了想打听的问题 就这样当沈慧在老师的陪同下去看望孩子们时 突然一个戴眼镜的小女孩引起了她的注意 正当沈慧想靠近时 小朋友察觉到有陌生人靠近 马上就跑进了屋内 让沈慧看的也是一头雾水 这位女主持人刚走进上班的单位时 发现了她的同事在一旁窃窃私语 就连她在栏目组的竞争对手今天也主动上前来打招呼 可怜的庄敏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 她显然还没有做好准备 直到庄敏去了一趟洗手间 无意中听到了两个同事的议论 知道了吗 庄敏当初本真的够背的 她那老师也太缺德了 那老师缺德 我看把庄敏的遭遇披露出去的那个人更缺德 就是 别人说话真得小心点 估计庄敏也没想到跟人说话 还给贴到网上去了 庄敏是真够可怜的 你想想 这是什么好事啊 都过了十几年了 还被人拿出来说惨倒似的 多难受啊 等庄敏的同事离开了洗手间后 她才敢打开门出来 掩盖了十几年的伤疤 现在又被人扒开 又让庄敏回到了当年的痛苦之中 她随即脸色铁青地回到办公室 打开电脑看到了那则报道 并点开了一段录音 居然是她与沈会在医院的谈话内容 里面清晰地记录着 庄敏用自己被人侵犯过的经历 去劝解沈会重新振作起来的内容 庄敏 我们都很敬重 你要挺住 庄敏 这肯定是谣言 你根本不用往心里去 庄敏 庄敏没有理会同事的关心 逃跑式地离开了办公室 一个人失魂落魄地走在马路上 甚至是不顾来往的车辆向前走去 而在她的家里 肖一番拿着那则报道来给哥哥看 并为嫂子打抱不平 肖一行却显得异常的冷静 在弟弟的一再询问下 肖一行思考后表示这种时候多说无意 更何况现在已经联系不到庄敏 肖一番担心这件事对嫂子的打击太大而承受不住 肖一行却不这么认为 据她对妻子的了解 只要庄敏不想垮 任何事情都击不倒她 肖一行希望弟弟不要管这件事 当务之急应该集中精力把公司的事情处理好 庄敏的是由她来盯着 随着肖一番的离开 肖一行在家里等到晚上弟弟再来时 也没有见到妻子的人影 她开始着急地尝试电话联系 结果还是无人接听 对于庄敏的突然出走 肖一行分析出了两个原因 其一就是她想一个人静静地待一会 再有就是她一定是去做她该做的事 肖一行让弟弟不要担心 她相信庄敏很快就会回来 肖一行就这样在家里自信地等了一个晚上 隔天她还是忍不住去到了 她认为妻子可能出现的地方 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只是让她想不到的是 此时的庄敏正在她创办的 其中一家儿童收容所门口徘徊 有个大女孩悄悄地出现在了她的身后 我去你台里找过你 王爷我也看到了 他们说不知道你去哪了 所有的人都在为你着急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想当面告诉你 那个已经成为过去的阴影 影响不了你 就算人言可畏 你也不应该放弃 你应该相信社会 相信自己 让那些伤害过你的人 在你的面前感到羞愧 你放心吧 我不会放弃的 谢谢你家 那答应我一件事好吗 什么事 回到大家的视线里了 你不知道 有多少人在为你当心 放心吧 对 失魂落魄的沈慧 在街上漫无目的的行走时 遇到了正在寻找她的肖一帆 你在你的博客上贴了什么 我贴了一段录音 什么录音 是我没来得及对你说完的话 为什么贴在博客上 你说过 我要是有话对你说 用什么方式都可以 可你为什么连嫂子的遭遇 也一起披露出去了 你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 沈慧被男友问得一脸猛圈 笑一番告诉她 在那段录音的后面 就是庄敏的一段话 讲述的是她十几年前 被人侵犯的遭遇 沈慧震惊地同时 努力地回想着当天的画面 还真是她在与庄敏谈话的时候 居然忘记了把录音设备关掉 因为她的粗心又再一次地伤害了庄敏 虽然她不是有意的 但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晚了 有人把沈慧贴上去的录音做了剪辑 已经在媒体上四处散播开来 也就是因为这件事 让庄敏出走消失了几天 谁也不知道她还会不会回来 自知有愧的沈慧想到了一个 给庄敏谢罪的方式 她支开男友奔向远方 萧一番越走越觉得不对劲 结果一路尾随女友到了一座水库的主坝上 并及时救下了要做傻事的沈慧 随后萧一番把女友送回了家 同时也想知道沈慧这样做到底在躲避什么 在萧一番的一再恳求 下开了一个外表酷似电视机的柜子 露出了她父亲的照片 萧一番也终于知道了 女友做下那么多错事的原因 事到如今沈慧对于她父亲的死 还是耿耿于怀 一直认为是萧一番害死了她的父亲 但面对萧一番的惊讶与质问 沈慧又拿不出证据 只是打听到父亲生前见的 最后一个人就是萧一番 因此沈慧近段时间对萧家做的事 都是在为她的父亲马平原复仇 萧一番还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她要去找哥哥当面问清楚 只是让她想不到的是 她的嫂子庄民已经回到了萧一行的身边 夫妻俩正在电脑上整理女儿的相片时 萧一番带着疑问感到 她意味深长地希望哥哥回答一个问题 沈慧的父亲是不是你杀的 萧一行表示这个问题 庄民已经问过很多遍了 她现在再一次地声明马平原的死与她无关 她不会做那么傻的事 那么马平原到底是怎么死的吗 萧一番想让哥哥讲出真相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庄民也希望丈夫能够如实地讲出来 萧一行思考片刻后让弟弟把沈慧叫来 她要当着大家的面讲出 那晚与马平原见面发生的事 在庄民的试一下 萧一番很快就把沈慧接了过来 今天在庄的每一位都对同一件事情发生了兴趣 想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 好 趁大家都在 我就把这件事情的原原本本都给你们讲一遍 的确是应该到了让大家知道真相的时候 原来在那个漆黑的夜晚 萧一行与马平原在一处高楼的天台见面后 他们之间有过激烈的争论 恬不知识的马平原只想用庄民不雅照片的底片 尽快拿到萧一行带来的马内 只是当萧一行把箱子打开的那一刻 马平原彻底傻了眼 你的体检报告 你一定知道你的身体状况 但是你不知道你还能活多少天 你看完这个报告你可以数一数 随着马平原把体检报告撕毁 萧一行轻蔑一笑 从箱子里又拿出了一打文件 居然是他收集的有关马平原犯下累累罪行的证据 听到这些材料足以让自己判个死刑的马平原 立即进行了撕毁 但萧一行告诉他 这都是复印件 原件已经交给了马平原的上司和有关部门 我不管 还就活了不俩多久了 无所谓 不是无所谓 而是相当的有所谓 你得的不治之症 离你的死亡还有一段时间 但是法律对你的制裁 远远要比病魔对你的制裁来得早 你想一下 你那些可怜的余生 就那些几天 要在铁窗下度过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日子 生不如死 你还活着干什么 你这活着就是活受 就这样马平原在萧一行离开天台后 就瘫软在地上 萧一行的话就犹如尖刺一样拒拒扎心 让马平原痛到无法呼吸 不久后听到动静的毛毛出现在天台 确定了马平原已经坠楼后 毛毛连忙收拾好地上的东西离开 其中就包括庄敏不雅照的底片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一个恶贯满盈的人选择了逃避惩罚 解脱自己的最好的方式 而他的女儿却选择了非常极端的方式 来报复这个被他父亲蹂躏 我威胁了女生以及他的家庭 我想这个女儿一定不知道 他父亲生前都做过些什么 但是他以他的方式 让这个家庭蒙受了一次更甚一次的磨难 而这些磨难的制造者就是你 神会 我不知道如何才能得到你们对我的宽恕 我会借我最大的努力 去弥补我犯下过的错误 我会的 我会让你们看到的 肖一帆与哥哥在同一天不谋而合地去 看望了那艘初始船只的幸存者安船长 对于兄弟俩的到访 安船长除了感动之外 还讲出了一个惊天的消息 这事情出得太奇怪了 称风号一直在正常的形势当中 可是突然间 智慧系统全部瘫痪 电脑全部死机 接下来 炮仓就开始尽失了 乘风号 眼中扔的就成了 肖一帆认为是电脑程序出现了问题 安船长也同意这个看法 但他想来想去怎么也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肖一帆突然想到了他所认知的一种不法行为 就是有些设计软件的人为了牢牢抓住使用者 会在自己设计的程序里做手脚 他会告诉用户软件的使用期限和更新措施 只是这些都是有偿的 假如用户超过了这个期限 而没有按照软件设计者安排的时间进行有偿更新的话 那么这个程序就会瘫痪 肖一行认为这些只是理论上的推测 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才能证明弟弟的猜想是对的 安船长听后又爆出了一个好消息 肖一行当即决定一定要找到那只黑匣子 不久后便有了消息 肖一帆高兴的同时立马把这个好消息通知了他的哥哥 等肖一帆看完哥哥所写的关于沉船事故的报告 肖一行告诉他 这次的事故只有沈会开口 才能够搞清楚事情的真相 肖一帆答应哥哥去找沈会好好谈谈 只是在他行动前 原助理与秦律师把传上黑匣子的数据鉴定报告拿了回来 并交到了肖一帆的手上 结果证实了他之前的推测是对的 根据数据表明 确实是有人在船上的电脑程序里动了手脚 事故的矛头指向了出售船只的当事人刘大风 如果刘大风不知情 他可以算作一受害者 但是如果他不但知道这件事 而且故意隐瞒事故隐患 把船低价卖给我们 那他可就是故意的了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假设 刘大风知道了乘风号的问题 于是极想脱手 而高学成竭力窜的刘大风 把乘风号卖给我们公司 以达到其搞垮远航的目的 虽然这只是一个假设 但需要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才可以 就在三人为没有确凿的证据 抓到高学成的把柄而发愁时 沈徽在导演的安排下出现 并向大家承诺了一件事 有了沈会的协助 肖一帆带着足够的证据与资料 去与刘大风进行谈判 在大量的事实与依据面前 通过肖一帆与律师的准确传达后 刘大风终于是低下头承认了 他与高学成之间曾经达成的某种协议 那你愿意出庭作证吗 愿意 有了刘大风的沉默 肖一帆信心大增 他随后就去到了高学成的办公室 高学成 你让刘大风把废弃船改装成二手船 你明知道那船一出海就会沉默 你还让刘大风卖船给我 这是什么罪名 自己好好想想 高学成装作一副 事不关己无关痛痒的模样 殊不知肖一帆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 就在高学成嚣张地把肖一帆赶出办公室时 沈会正在他父亲的墓碑前告别 不久后就来到了派出所 刚好遇到了肖一帆 沈会 是要去自首吗 众瓜得瓜 众斗得斗 我做的事就应该我承担 我会照顾你母亲的 谢谢 有些高兴事告诉你 蓬蓬就快回来了 此时的肖一帆还不知道的是 沈会之所以会这么说 是因为她在来此之前 又去到了儿童收容所 并确认了那个戴眼镜的姑娘就是蓬蓬后 她高兴地与老师商量好了孩子认领的时间 后天 后天 不行不行 我们这里有一个孩子 小磕头基金会帮她找到了妈妈 后天基金会会举办一个走势儿童镇领仪式 到时候基金会会把各个收容站找到妈妈的孩子都集中起来 一起参加这个仪式 沈会的这个提议很快就被老师申报了上去 只是让她想不到的是 庄敏听说了这个想法后 与另一位负责人都表示了赞同 两人随即展开了行动 另一边的肖一帆在派出所等来了被传讯问话的高学成 高学成虽然拒不低头 但随着一台警车的停下混账时大海被靠着带进了派出所 预示着法网灰灰疏而不漏 各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等待高学成的僵士法律的延长 故事的结尾在众多孩子们的期待中展开 庄敏作为发起人被安排了发言 只是当她正准备讲话的时候被一个熟悉的声音打断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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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